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观世易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 冯友兰《真原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真原六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所以为心儒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儒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朱希与陈宜之大学权势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希以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子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希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儒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意识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儒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Song H.Fan 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臣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如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书杜宝瑞 一、前言 当代中国大臣佛学研究 可以说是研究人口众多 学术资源丰富 因此研究成果堪称丰硕 但是 纯粹从哲学理论的研究进入来进行的佛学研究 却极有努力空间 关键极在 作为哲学理论一支的佛教哲学 由于在哲学研究方法的定义上上充满着冲突与奇异 因此影响了佛教思想以哲学理论形式表达时的准确焦点 也就是说 从哲学领域研究佛学 仍然充满了问题意识的奇异与理解的差异 例如 佛学是不是哲学 佛教有没有行上学 汉传佛教有没有研究的价值 佛教有没有知识论 大乘佛经是不是佛说法 三教辩证的优劣胜败 等等诸多问题 都是哲学学术界上在争议之一题 当然也就在争议之际观点不一 中国大乘佛学 以汉译经典为对象 在中国本土上进行了一千多年的消化与创造 所产生的理论内涵 堪称广大经维 当时续进入二十世纪之后 中国大乘佛学的研究与创作 则受到西学的影响与学院工作方式的主导 而又有了种种新的面貌 本文旨在就哲学领域对中国大乘佛学的研究进行理论反省 并将以当代中国哲学家方东美教授的佛学论著为对象 讨论他对大乘佛学研究的基本立场 以作为当代哲学学科对大乘佛学研究的一个理论形态之提出与检讨 方东美先生有西洋哲学的训练 以儒家的性格到家的情怀与佛教的精神归去 可以说他在信仰上是佛家的 虽然也有学者亦将其列入当代新儒家之灵 二、但以笔者的观点 方先生有研究儒学是事实 三、有提出儒学理论系统更不在话下 但说他一生哲学活动的学术定位是新儒家就未必准确了 关键即在 他对宋明星儒家多有批评 而他最终的宗教信仰却是定在佛家 四、他一生最终的讲学也正是结缺在佛教哲学 五、说他是当代佛学家倒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因为他确实提出许多研究佛学的明确立场 形成佛教哲学化的学术贡献 甚至有佛高于儒的言语 而他的佛学造诣 虽然没有在当代引起广大的重视与讨论 但也仍有佛学界的重要人物对他极为肯定 六、当然 方先生批判宋明星儒家却赞同原始儒家 而对宋明星儒家的讨论也是批评中带有肯定 甚至他也讨论到家 也肯定到家 并且也有学者以当代心到家定位其学私性格 七、诚如他自己所说的 他追求的是学统而非道统 八、如是道三家他都有所研究也有肯定 应该说他是以学者哲学家的身份理解 介绍及发黄如是道三家之学的当代学人 应要说他是当代心儒家 心到家还是心佛家的话 恐皆非其所许 方先生的佛学造诣 可以说完全出自自学 且有意教学的目的 即使他虽在青年时期及接触佛学 但却是到接近晚年的时候才发畏论注与教学 关键即使他一直谨慎的学习 是佛学位深奥的学问 又怀抱崇高的敬意 是以从不轻易发言 然而一旦发言 便展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家中最具宗教与哲学深度的成果 参见其言 我接触佛学的书很早 但是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从来不谈佛学 佛学的书可以看 但是从来不谈佛学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这个资格 由于佛教的经典号如烟海 我有五年期间专门从重庆的华盐寺买佛经来看 夜以继日 日以继夜的看 但是我还是不谈佛学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不可能把佛教的重要经典摆在前后左右 要拿就拿 要看就看 没有这样便利 我到台湾来了之后 在台大最初的十年也不谈佛学 九 关于佛学这一方面的学术 在我青年时代就开始注意 当我在南京开始研究哲学的时候 自己也看到一些佛学书 而且也晓得它不是一门轻易可以了解的 所以尽管我接触到这些唯实学的作品 然而我却始终不敢谈佛学 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 南京沦陷了 我自己的藏书也完全丢在南京 紧紧之身逃到重庆 白天就在重庆的长安寺 也就是在这一个姑庙里面看佛经 虽然我看了许多佛学经典 可是我始终不敢轻易教授佛学课程 一直到民国三十六年来到台湾之后 我还是一直继续在研究佛学 到十几年前 我看到一般介绍中国哲学的书籍对学问的歪曲 实在令人非常寒心 因此 我才决定在我尚未退休以前 不得不花十年的功夫来纠正这一类错误的问题 10. 由尚可知方先生对佛学研究的态度之慎重 方东美先生的佛学著作主要有三套 其一位英文大者之 Chinese Philosophy, Its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 11. 是书有孙志生先生之中意 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 12. 内容中极有中国大臣佛学的章节 另有课堂录音稿所整体之专书两套 中国大臣佛学 上下册 与华言宗哲学 上下册 13. 这就是本文介意讨论方先生佛学观点的直接材料 这些著作都是方先生晚年所成 因为方先生幼年于佛学传统所习者主要为儒家经典 后来留学美国学习西洋哲学 返国后教授中西哲学 并开始自习佛学 一直到晚年时代才开始借由专书之撰写与课堂之讲授而深入中国佛学 然而此时方先生之佛学 以有丰富的中西哲学之背景以为讨论的凭借 加上他从来就无法摆脱的中国情怀 方先生的佛学思想 多有 优异佛学 较近西哲 之宗旨在 其实 方先生的中国如道哲学 亦有优异如道 较近西哲 的宗旨 可以说对中国哲学如是道三家皆多有肯定 除了因反对宋明星如学对佛教道家的批评而有批评宋明星如学的意见之外 十四方先生基本上就是以发扬中国如是道三学以对比西洋哲学为终身学术工作的总纲 而这其中仍可看出 到了晚年 中国大乘佛学才是方先生视为最终人类哲学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当然这个发扬与对比的背景仍然整个是哲学学科的学术进入 因为方先生无论如何是哲学科班出身的专业学者 因此他的学术讨论中的哲学进入对佛学的处理正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 方东美先生对中国大乘佛学的讨论包括了以下许多的议题 对哲学基本问题概念的创新使用 以上回向与下回向为分析中国大乘佛学意义的工具 对西方哲学二元分立的评定 对格异佛教时期的佛道关系之评定 对焦摩罗时宇森照的评定 对道生的评定 对三论宗及藏法师的评定 对隋代慧远大师的评定 对大臣起信论的评定 对天台二祖慧思禅师的评定 对智者大师的评定 对维时学的评定 对华严经的评定 对华严宗的评定 对华严度顺禅师的评定等等 以上未种种细分之一题 但总和而论 方东美先生的佛学研究是站在以下几个主轴立场上开展的 第一 佛学是一宗教一哲学 第二 中国大乘佛学是有中国哲学特色的佛学创作 第三 大乘佛学是从为时学应从为时到为智的发展 到大乘起信论调和二元的努力 到华严宗以譬如遮纳佛的放光而圆满一切未终极的完成 第四 佛学的发展进至华严宗哲学建立之后 即能解决一切西方二元分立的理论问题 以上四点 又可再收总为两点 一为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建构 二为超克西方二元论的佛教哲学建构 以上是从理论的内在线所说其特色 此外 方东美先生的佛学意见又是基于以下几个外在条件而形成的 第一 丰富的西方哲学素养 第二 深厚的儒道哲学背景 第三 信仰的佛教哲学立场 以上内在线所及外在条件及是本文讨论方东美先生佛学研究观点的立论基础 总和上说 方东美先生的佛学研究是以中国大乘佛学为直接对象的展开 且是以中国大乘佛学为人类哲学的最终理想为目标的展开 这其中既有民族情感的心理因素 亦有个人宗教信仰的因素 但是 这些人不妨碍后人从哲学研究进入研究方东美佛教思想的学术成就 更且他的哲学研究进入 更多的是从中西哲学交流的问题意识为基础 以探究中国佛教思想的理论意义 那么 从纯粹哲学 学科的问题意识以研究中国大乘佛教思想的结果 方东美先生的意见呈现了哪些特殊的面貌 以及有哪些极具影响力的重要意见呢 这就是本文的核心关怀 为使本文的讨论眉目清楚 以便于呈现方东美先生思想的脉络起见 本文将大分以下几项主题来进行 第二节为义宗教义哲学的佛学研究立场 第三节为中国化的中国大乘佛学权势立场 第四节为超越西方二元分立的佛学权势立场 第五节为对为时学位为智学的权势立场 第六节为对华严宗的权势 第七节为其他个别佛教宗派及宗师的权势立场 以下集竹节展开 现于篇幅 本文只注录第二节 其余章节另行发表 二 义宗教义哲学的佛学研究立场 欧阳静吾先生以西方世界对哲学及宗教的定位之对比 而说佛学非宗教义非哲学 但方东美先生自己的意见则是 佛学义宗教义哲学 这其中正显示了方先生对西方世界的知识立场 与对中国佛学的高度自信 一 佛学义宗教 就义宗教面而言 佛教是宗教是毫无疑问的 欧阳静吾先生的话也是就一般宗教的特质及佛教的特质而发言的 亦非无理 关键及在佛教的实践特质所显现的自立宗教性格 是与西方宗教重视超越面的他力性格有所不同 故而欧阳静吾先生说其非宗教 但方先生还是要说佛教义宗教的时候 他的道理其实人是借由哲学的讨论而定位的宗教进入 以及方先生对哲学是有其来自东方的特殊立场的 关于佛学义宗教之立场 方先生言 譬如过去欧阳静吾先生曾经说过 所谓佛学是非宗教亦非哲学 但是我个人不接受他这种说法 我说佛学 义宗教 义哲学 因为任何宗教都要讲究书 而究书并不是除掉宇宙外在的精神主宰之后 人类内在的精神就不能够觉悟了 假使内在的精神可以觉悟 这个觉悟一样可以拯救人的灵魂 提高人的精神生命价值 所以从这方面看起来 佛教显然是宗教 15 方先生此处不算很清楚地定义了宗教的概念 但总是提出了宗教能救赎人心之标准 救赎就是经由主体的自我觉悟 以提高人的精神生命之价值 欧阳靖吴先生以佛教非外在神力 以著成佛之宗教 而说佛教非宗教 方先生则以宗教为救赎之教 而佛教义却非依靠外在神力 以为救赎之宗教 但佛教却是依主体觉悟以为自立救赎之宗教 因此人应为宗教 方先看重的是佛教给人内在的精神力量之教义 重视佛教谈主体修行的实践哲学 肯定人可经由佛教教义而修行成佛 而提升精神生命之价值之意 因此说其为宗教 并且 即在这样的宗教定位中 方东美先生以华言宗位佛教哲学的最高典范 同时亦使得宗教的定义由所改变而提升了 参见其言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 我们可以说 如果要讲宗教的话 这个宗教一定要像华言宗所讲的那样 它绝不是一个transcendental religion 超越的宗教 绝不是他生他世的超越世界 而且在这个宗教生活里面 一定要讲精神生活 甚至于在那个精神生活里面 要把它从最高的精神领域里面 把它引下来 让它能透过下回向的功夫 回向到每一个有情众生的内心里面 到每一件事物的领域上 到每一件事物的构成原理上 把这个理想完全实现出来 这样子一来 我们所谓的宗教 才不是mere transcendence 仅仅超越 如果就它的理想价值看起来 它是超越性的 然而那个超越性是具有高超的理想 而且它能在我们的内心生活与现实的事物里面 都可以很具体地把一个正觉 测试物的秘密都彰显出来 这才是宗教领域的扩大 绝对不像某些宗教 只是专注在他生他世的超越世界里面 换句话说 就是要在现实世界的构成 现实生命的作用这一方面 要把宗教的理想价值完全实现出来 如果就以这一个观点来看宗教的话 这是宗教的扩大 而不是宗教的限制 十六 方先生以华言宗的佛教精神为典范 其实就是以华言宗的佛教哲学为典范 然而华言宗的佛教也正是方先生以为的中国大臣佛教的最高峰 因此上文之意见就是方先生以佛教的最高峰 对比于西方宗教的精神所彰显的特质之意见 方先生对西方宗教的意见 我们暂不深入讨论 一方面所指固然大约即是基督教 天主教为主 但是方先生其实也是笼统的定位之 而为精确的对象化后知讨论 本文对方先生上文要讨论的问题则是 方先生认为华言宗佛教的特质是将宗教扩大了 对比其他的宗教谨守对超越界的向往之格局 华言宗佛教的特质是将超越面的精神成就下降落实到经验世界 以为是人精神生活所提起的内涵 并且因而在经验世界彰显宗教的超越精神 方先生这样的定位华言宗佛教是否其他宗教即缺乏这样的精神 这当然是可以争辩的 笔者并不愿在此处刻意的支持方先生的立场 但是对方先生所理解诠释定位的华言宗佛教 则愿意多做肯定 方先生此处的话语其实不甚清晰 不过本文其他章节的讨论将会使其逐步清晰 简言之方先生就是把华言宗佛教定位成最高超越精神世界中之主体 会下降一切世间 协助一切世间中的有限之精神主体透过自立救赎 以及主体的功夫修行 而同振最高精神境界 且更使一切下界世界成为美好的理想世界 这一点正是方先生所认定的中国大乘佛教华言宗哲学的最高宗教成就所在 即是此点获得方先生的肯定 认为华言宗佛教扩大了宗教的成就 也形成了方先生对什么才是真正的宗教 最好的宗教的个人意见 再次这个意见仍然可以争辩 但是笔者重视的是方先生自己所形成的对宗教定位的观点 因为这正是方先生的哲学 同时也是方先生的中国大乘佛学 而这个角度也正是笔者要讨论方先生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创造的特殊贡献的核心定位 2. 佛教义哲学 方先生既以佛教是宗教 则方先生研究佛学极有宗教的面向在 而他又仍是在哲学的进路上说的教理 因此佛教宗教面向的教义都成了哲学理论中的命题立场 这就造成了一个极重要的结果 方先生比起任何一位当代中国哲学学者都更能正视佛教宗教教义面的毅力 笔者所指的是佛教世界观中的他在世界的观点 以及那些三界内外菩萨著的的宇宙图示 以及他在世界高级存有者的活动实况的观点 方先生不只是接受这一套宇宙论知识 并在讨论佛学时直接使用这些知识以为论述的内涵 甚至 方先生几乎就是以这一套宇宙图示作为简正西方哲学 是否超越二元分立的标准 这样就等于是把一套未或公认的世界观强加于西方哲学之上 以作为优异中国较近西方的工具 笔者认为 至少在研究方法上 这样做是不能获得学界认同的 但是这样的做法 又正是显现出方先生哲学研究的明确立场的 方先生有言 研究佛学需在有信仰的立场上 十七 而方先生自己就信仰了佛学 这才是他之所以会把佛教世界观的他在世界之宇宙图示 以及他在世界之天神 菩萨等存有者的活动 是为哲学讨论的材料 并且输入他辩证中西的思考脉络中之原因 方先生既信仰佛教 亦将佛教宗教教义中之世界观义里 作为哲学讨论之材料 则此种哲学是必为一级特殊之哲学 然而以当代西方哲学的特质是之 则佛教之哲学书不类之 同样的如道义不类之 甚至传统西方哲学 亦受当代西方哲学之批评 但方先生以其独持的哲学研究知识也 便公开主张应那佛学与哲学讨论的领域之中 而无需受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观点之限制 方先生回应欧阳静 并无先生以佛教非宗教义非哲学的意见时又言 第二方面 义哲学 因为哲学变成与近代科学相类 是近代欧洲的事体 在中世纪或在希腊都不是这个看法 在东方的古代印度或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也不是这个看法 那么我们为何把哲学的领域局限在近代欧洲科学化的思想 认为那种才叫做哲学呢 事实上希腊的哲学 中世纪的哲学 印度的哲学 中国哲学 仍旧是哲学 但是这几种哲学的发展都不局限在科学的知识的领域之内 所以我认为佛学 异宗教 异哲学 十八 方先生说 欧阳靖吴先生以为佛教非哲学时 所依据的哲学就是当代经验论 实证论的哲学 但方先生直接以古经中外的哲学系统以为哲学的内涵 并不接受单一标准以排斥传统哲学 因此众家哲学皆是哲学 但是方先生自己确认以哲学家的高度简选哲学 及其高举佛学辨证西方的立场 三 以超本体论说佛教哲学 方先生既以佛教为哲学 则因佛教义理之特殊性 便需要从哲学基本问题上创造新的工具 以为讨论之需 这在他讨论中国如道哲学时即已如此 而方先生基于他的科班哲学出身的学术背景 对于中国大乘佛学的讨论 更是平凡的使用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 其他自己所提示的哲学基本问题 原有四项 即是本体论 宇宙论 认识论 价值论等等 这是他以西方哲学为典型而列出的哲学基本问题 十九 但是 在讨论中国哲学及中国大乘佛学时 方先生却提出了超本体论的概念 以及价值中心的宇宙论及本体论的概念 二十 对于这些概念的使用与发展 其实就可以见初方先生一方面以西方哲学为基本研究进入来探讨中国哲学 另方面又以中国哲学的特质来发展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使用 依据他的使用 本体论及是一般形上学问题 如百拉图之两层世界说 宇宙论及是一般讨论时空物质观念的理论 如佛教的三世界及三十三天说 知识论及一般讨论认识能力之分析的理论 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之观点 及胡塞尔之现象学观点 至于价值论的使用 道士多半用在谈中国哲学之时 因为价值中心的宇宙本体论正是方先生以为的中国哲学的特质 并且是他认为可以解决西方二元分立之哲学困境的要素 关键即在西方的宇宙论 本体论仅做本质与现象的分析 不能满足理性的需求 也不能实现人生的意义 而中国哲学的价值中心的宇宙本体论 却正是符合这个目标的哲学建构 那么超本体论是什么 超本体论也是方先生自己独创的概念 指设价值中心的宇宙本体论在经过价值实践之后 现实世界成为了理想的世界 理性分析的本体论被点化成为了有生命作为的理想的世界 方先生之所以会有这个概念的提出 当然是因为他对中国哲学的特质的理解而提出的 但是以超本体论的概念提出 故有借鉴西方且超越西方哲学概念的意义 却也未能更具清晰有效的帮助讨论 比者以为方先生所使用的超本体论的概念 其实就是在中国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特质下 实践者依据本体宇宙论的宗旨而进行实践 以成就个人且美化世界的理想之完成 因此说为境界论可也 境界论即是在一套价值中心的宇宙本体论之架构下 经由功夫论的实作而达成主客双美的社会理想之时 亦说主体的状态 亦说世界的状态 依如学而说 即是主体的圣人状态 即是世界的天下太平状态 依佛学而说 即是学佛者的成佛境界与佛国净土的世界 他经由实践者的努力而超越了仅仅做现象与意义分析的本体宇宙论 因此不仅是形上学议题上的本体论 而是超越了形上学议题的本体论 因此说谓 超本体论 实际上是由功夫论 进制境界论的理论与实践的完成 方先生的哲学活动主要发生在 20世纪的前半夜及中夜 此时尚是意形上学中心的中国哲学重建之氛围 以及此一时期之中国哲学家皆在奋力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体系 以为中西哲学之变之需 故而多有注意及形上学的建构以及中国哲学的特质的渗入 但是在处理中国哲学的解释问题上 却难以摆脱西方哲学的思维系统 因此本体论不足使用 就以超本体论说之 而不能更为精准的使用功夫论及境界论的哲学 基本问题以讨论中国哲学 我们在方先生的著作中不断见到 超本体论 概念的使用 可见其极为用心地沟通中西哲学并发扬中国哲学 但笔者认为 方先生在概念的使用上人大有可以改进之处 参见其言 在未带堕落的社会中 一批有学问的人 从黑暗 罪恶 痛苦理义觉悟到忧患意识 就立刻回到哲学上面 追求向老字所谓的 超本体论 me ontology 自相对真善美的价值里 直透上层 到达绝对的真善美的价值 最高的精神境界 二十一 文中说 自相对真善美的价值里直透上层 到达绝对的真善美的价值 最高的精神境界 可见 超本体论 必是谈论提升主体能力以美化世界的理论 这就包括了提升之后的理想人格 以及美化了之后的世界 因此笔者说 这是境界论的课题 境界论即是谈论理想完美人格 而理想完美人格在如是道三教 都是对世界抱持着向上提升的作为之后的结果 所以境界哲学也包括了理想的世界秩序 但是形上学本体论之所论 是直接就着世界的现象而说 其实况 意见可有种种不一 但却与主体的实践无关 本体论只是针对现象的本质而未言说 因此以超本体论说 理想的世界秩序以及主体的努力活动之事 却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名词使用之一大创造 同样的意见又见 一是和宴 从儒家出发 去迎接道家 第二是王弊 从道家出发 然后解释周易 去迎接儒家的思想 他们两人的理论共同点是 天地万物 以无畏畏本 换句话说 他们的思想不仅仅限于宇宙论 或根据宇宙论扩大成为万有论 而是在在万有论之上 透过价值的提升 建立了underscoreunderscore 我们平常常常用的一个名词 叫做超本体论 这样便把人类的精神提到宇宙的最高层 二十二 方先生在本文中使用了宇宙论及万有论的名词 宇宙论概念清楚 万有论应该就还是本体论之一 而其所谈之 超本体论 则又是要 透过价值的提升 把人类的精神提到宇宙的最高层 这就明确地是就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而说的 到达最高境界的说法 因此笔着一方先生所说之 超本体论 其实是谈到了境界论的问题上去了 总之 为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 方先生创造了 超本体论 知词会 以有别于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 并使中国哲学的讨论更见深入 当然 他的方法还有改进的空间 四 以人生哲学说佛教哲学 除了超本体论概念之外 方先生也使用 人生哲学 的概念 但是并未将人生哲学与宇宙论 本体论 超本体论等概念之间的关系 以人生哲学 以人生哲学谈中国哲学自然是准确恰当的 但既然是谈哲学 就不只是一些人生智慧的意见或洞见而已 它一定要有理论的架构 因此总是要从人性论 修养论 行上学等哲学 基本问题中来谈的 方先生在谈到 道生法师的思想时提出了 人生哲学的概念使用 奇言 道生在大乘佛学的前期的班若学里面 好像是庄子在道家的初期里面一样的 它所谈的不仅仅是纯哲学的本体论 超本体论 宇宙论 它还把哲学的智慧点化成为一个生命的精神 然后把佛家宗教的精神同哲学的智慧点化了 成为人类内在的生命精神 换句话说 他把本体论、超本体论这一类形上学 变作人生哲学 二十三 方先生说道生法师的佛教哲学是将本体论 超本体论、宇宙论变作人生哲学 而人生哲学则是谈人类内在的生命精神之学 逼者以为 方先生有所见者因为人性论及功夫论的问题 以及方先生所说的道生法师所谈的 人类内在的生命精神 因而以之为人生哲学者 细究之 就应该是如孟子 性善说的人性论 即 求放心说的功夫论 知学的形态 因此笔者说方先生此处 人生哲学概念之使用即是指此 而这也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道生哲学的特点 人性论 属于本体论的向下 本体论就整体存在借说其意义及价值 人性论 就专指人存有者说其意义及价值 而 功夫论 就专指人存有者之实践活动 前说之超本体论 因为境界论 境界论 说所达至之最高精神境界 但这其中上缺了如何达至的实践活动 而这正是功夫论的课题 因此 本体论 超本体论 甚至宇宙论都会与 人性论 功夫论 境界论 发生理论的内在关系 所以不是道生将行上学变作人生哲学 而是道生在行上学命题的立场上转入了功夫论及境界论的讨论 而行上学的本体论 宇宙论 与人生实践活动的功夫论 境界论 都是人生哲学的哲学基本问题 此外 伊芳先生所说的 他把本体论 超本体论 这一类行上学 变作人生哲学 的话中之一 超本体论意识 行上学 笔者以为 这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 学家心中对于行上学问题意识的过于执守而未能打开所致 超本体论是经由主体实践结果而达致的状态 人至于行上学向下讨论时这个行上学的意涵就含混了 拉开来放在境界论配合功夫论来讨论 则中国哲学文本一指就好诠释了 中国哲学的如是道三学皆是人生哲学 但是人生哲学如何谈 如何借由哲学基本问题的诠释架构来谈人生哲学 逼者以为谈人生哲学时应以宇宙论 本体论 功夫论 境界论 为这个诠释的架构 二十四 以此修正方先生在 宇宙论 本体论 价值论 人生哲学 超本体论 万有论 行上学 知识论 等等的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使用 五 以上回向及下回向说佛教哲学 方先生的佛学是一宗教义哲学的定位中 还有一项工具是他不断的使用的 即是上回向及下回向的一对概念 他以此分析中国大臣佛学的意志 也以此架构作为检讨哲学体系完备与否的标准 值得介绍并讨论 这一对概念主要针对宗教意涵的佛教哲学系统之介绍之用 上回向 指人类生命的超越之道 指人经修正实践而逐步提升生命的境界 由凡夫至菩萨至成佛 下回向 指修正有成者对下界众生的教导与拯救之作为 其目的意在使下界众生进行 上回向的实践活动 方先生认为 认为佛教哲学是一套能使人类成就理想的实践哲学 不仅有自己成佛之上回向活动 亦有使一切众生皆一成佛的下回向活动 而这一对概念的运用 则表现在中国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精神之文本解释中 以哲学基本问题说 实际上 上回向 即下回向 的活动 皆是功夫十座之活动 因此即是 功夫论 哲学所述之内涵 就主体自己的上回向活动而言 则是功夫论哲学及达至最高境界时之境界论哲学之内涵 就下回向而言 义人是主体自身之功夫实践活动之内涵 因为大乘佛教以救度众生为菩萨道精神 菩萨境界的存有者皆以下回向的救度活动为实践的宗旨 因此下回向活动仍是主体修正时的功夫内涵 而下回向活动的完成即是众生意皆自度成佛之完成 则便是主体更高境界的功夫实践的完成 参见其言 所以我们讲佛学 就要晓得佛学里面有两种精神 我们至少在哲学方面要学到 我们借用华言经的名词来说 就是回向 回向有两种 一种叫上回向 处在平原世界上 处在现实世界上 处在世俗世界上 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培养出来一种本领 使精神向上免超生 一层一层向上免高上的境界超生 这叫做上回向 我们假使有极大的毅力 就可以说 人生的过程中间是无停止的境界 人生是无法停止创造的生命过程 25 上回向概念本来就是华言经的名词 只修行者因实践而觉悟而逐的超生之历程 实际上就是主体的功夫实践的活动 这当中当然就有了功夫论哲学 只设主体实践的活动方法 功夫论的意志方先生为语细究 他强调上回向概念的重点在于 直出现实世界是一回事 主体的努力使现实世界美化 也使自己超越现实世界则是哲学的课题 而华言经与华言宗哲学就有这样的意志 这正是中国大乘佛学意志的特殊性所在 这也正是佛教哲学作为哲学领域的一个形态之所以特殊于西方哲学的要点 而这正是方先生要高举佛学辩论西方哲学的重要进路 上回向是个人自我的提升 而下回向则是对他人的救度 实际上还是个人自我提升的一个扩大了的环节 其言 于是我们可以说 少数在学问上免 在思想上免 在文化上免有很高修养的人 对于人类有一个责任 这个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他精神向上的经验 他们能够体会什么叫做真善美的价值世界 然后他必须回来 重新投到现实世界上面 投到黑暗世界里面 投到痛苦世界里面 同大家一起站在平面世界上 把痛苦的原因 黑暗的原因指出来 鼓励大家做精神的超生 向上免发展 因此 凡是在学问上免 思想上免 精神修养上免 有很高成就的人 必须有一种特别的本领 就是能够做下回向 但是这个下回向呢 在他看起来 并不是精神堕落 因为他从很高的价值的梯子上揽下来 他的目的是要导引现实世界 一般人都重新走上精神梯子 一步步向上面做精神飞扬 他的下回向正是要使大家都能够做上回向 二十六 人们之所以要做上回向的功夫正是要提升自我生命的境界 但是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就是以救度众生为行菩萨道的宗旨 下回向就是要去救度众生 使众生同正菩提道果 以及使众生意味上回向之实践活动 设若一切众生皆同正菩提 则现实世界将无无知迷惘受苦之人了 而这正是大乘佛教的理想宗旨 并且也正是方东美先生高举佛教 辩证西方哲学的要点 即是在佛教哲学上下双回向的实践中 哲学不仅只讨论现实世界的现象与本质 哲学更要能不仅看出现实世界的不足 黑暗与痛苦 哲学更要能提出超越之道的理想 即超本体论之所说 即人生哲学之所说 即上下双回向之所说 而将现实世界改变成为对一切众生而言 皆为美好的生活世界 而这也正是方先生所认为的 原始的中国如道哲学共有的特点 以及西方哲学始终不能达到的理想 方先生借由上下双回向概念的深入使用 就是一方面说佛教中国化 另方面说佛教超越西方二元分立 这两部分的一提本文将在后面的章节展开更为详细的讨论 此处变暂不再深入 也因为方先生更看重双回向的中国化特质 以及超越西方二元分立的特质 因此他便一方面将其上身为一套形上学的概念来讨论 二方面却又缺少了从功夫论的进入来深入理解与权势 因此之故 遂产生了对下回向活动是否为主体的再度堕落之疑问 而他则主张 这个下回向呢 在他看起来 并不是精神堕落 此意又建以下的讨论 但是这个 下回向 如果从佛家的立场上看起来 好像说这位人类的天才 是从理想境界走向现实境界来 那么这个 下回向 的过程中间 如果从自己本身上看起来 好像是一种堕落的方向 假使是堕落的方向 那么这位天才家可能就要变成寻常的人 甚至变成大众化的愚蠢人了 假使他真的这样子走下去的话 他将会失掉天才的身份 变作堕落的人 如果连他自己都堕落了 那么他将如何来拯救他人呢 所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天才这种迁就现实世界 与人类大众 是他的堕落 其实这不是他的堕落 而是他的慈悲 依据佛教观点称之为 必有大因缘 他自己必须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 然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慈悲心 所以才能发出大菩提心来随缘度众 绝对不会对这个世界开小差 因为他不怕痛苦 黑暗 罪恶 而且还要回到人间世来 其目的所为何事呢 因为他要以同体大悲心去拯救人类大众 因此 这位天才来到人间世时 他要做 下回向 正式要下来牵引现实世界 让他们都能普遍提升到 理想的价值世界上来去 所以他回到现实世界里面来的目的是 要使人类大众都能觉悟 因此 势必要先形成知识 透过知识的培养 再发挥他潜在的智慧 智慧再度提升到更高的智慧 让大家也都能一起再做 上回向 的功夫 天才假使要下回向 回到世间 回到友情大众 要使世界超生 使人类都能够觉悟 然后大家再做一个共同的上回向 这个上回向就是要专心一致的做精神的超生 二十七 下回向是否即是堕落的问题 与菩萨辩学是否堕入声闻 圆觉而不得成佛的问题是相同的 二十八 纠摩罗时与慧远大师讨论菩萨辩学的问题 慧远以为菩萨未入阿罗汉道 因此菩萨之辩学阿罗汉之法门将有堕落之余 纠摩罗时与菩萨指在成佛因此不会堕入阿罗汉道 而之所以要辩学则是为救度之目的 菩萨既以习的阿罗汉法门 却又不停止在阿罗汉道中 则更能有让阿罗汉回小象大求菩萨道的说服力在 方东美先生此处之下回向是否未堕落的问题 则有同样的思路在 修行者既以上回向超离世间 则其下回向之活动 岂非又再度堕落回黑暗的现实世界 实则不然 此一下回向是未救度众生之行为 并非修行者的堕落行为 反而是以一大慈悲心之救度行为 是要使众生皆同登佛境之行为 更是要使现实世界不再有受苦迷惘的众生 如此则现实世界的一切众生便皆同登净土 现实世界也从原有的黑暗迷惘而同正光明智慧了 以及无有痛苦迷惘的生命存在了 如此 方东美先生便又接上了行上学的讨论 以及佛教双回向的实践活动将不只说明 现实世界的黑暗实况 却更能将现实世界转变为光明的世界 以及现实世界的黑暗与光明的二元分裂性将在双回向活动中被打破 而这一方面既是如到两家一同有的哲学立场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哲学优异于西方哲学的地方 此即方先生屡屡强调双回向概念的用意所在 相关讨论在后文再详细展开 本节讨论方东美先生以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相关讨论及暂节于此 三 小节 本文以上之讨论 为笔者针对方东美先生的佛学研究讨论专文之第一部分 即方东美对大臣佛学研究的基本立场 其他重要议题上包括 佛学中国化 佛学超越西方二元分裂的思维 对维时宗哲学的评定 对华言宗哲学的评定 以及对其他中国佛教议题的评定 陷于篇幅 本文显发表其中第一部分 由此一部分的立场之澄清 将要引出方先生如何说大臣佛学就是中国化以后的哲学 简言之 就是以中国如道哲学共有的肩天地 被万物的精神说为中国大臣佛学之所共有 甚至以大臣成佛学更广大的世界观而说其有超越如道之事 亦将有本文映出方先生说大臣佛学超课西方二元分裂的缺点 关键即在希腊哲学题上下二元 静代哲学题主课二元 都不如大臣佛学肖米上下主课的终极立场 又 方先生的大臣佛教最终归结于华言 华言宗哲学体系将超越为实学的脉络 而以一真法界之源融境界达到哲学与宗教的最高成就 方先生所谈论的中国大臣佛学 一体广泛线索多元 再再需要清晰的如道哲学基础以及西方哲学背景 才能予以厘清这些议题的讨论就令呆他闻未知 参考书目 冯护祥编著方东美先生的哲学典型 台湾学生书局印刑 2007年12月出版 蒋国宝 余秦国宝 于秉一者方东美思想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一版 方东美者 中国大臣佛学 上 下策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5年8月修订出版 方东美者 华言宗哲学 上 下策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1年7月出版 方东美者 孙智深意 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 上 下策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中华民国 2005年11月出版 方东美者 新儒家哲学18奖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5年 再版 方美者 中国思想研究 小于第21章 石剑哲学的解释架构大于 台北 武南图书 2008年1月出版 以参见 冯护翔先生 言 他青年时期对知识论最有兴趣 对新维时论由其下过苦工 詹姆斯 怀德海 罗素等人的著作本本经读 终于写成博士论文 因美心实在论之比较研究 冯护翔编著 方东美先生的哲学典型 台湾学生书局映行 2007年12月出版 参见蒋国宝 与炳仪先生言 方东美究竟是不是现代新儒家 这个问题 迄今学术界人在争论 一时似难以取得共识 有学者认为 方东美应该属于广义的现代新儒家 有的学者则认为 是方东美为现代新儒家 是误解方东美思想的性质 其实他并不是现代新儒家 而是一味的地道道的当代新道家 胡军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道家精神 见中国哲学史 2000年第一期 但我们这部论著 既然是将方东美作为现代新儒家来研究 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来说明 为什么方东美堪称当代新儒家 方东美思想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一版 3. 傅佩蓉教授曾说 方先生原籍安徽同城 家学渊源自不代言 方先生曾说自己 三岁读诗经 12岁就读完了十三经 冯护祥编著方东美先生的哲学典型 台湾学生书局印刑 2007年12月出版 页118 4. 傅佩蓉教授言 最后也最难理解的是他的宗教信仰 方先生在抗战期间 必居重庆 乃就竟购取寺庙所印的《华言经》阅读 每次空袭警报响起 他就随手带一本佛经朵警报 坐在防空洞靠门还有光亮的地方 专心思索经文中的道理 方先生讲学留下的笔记著作中 有《中国大臣佛学》上下策 与《华言宗哲学》上下策 简直像是一位佛学大师了 方先生养病期间 中期弟子刘福坤教授 曾带他去土城拜访广青老和尚 据刘教授说 方先生这一次正式皈依了佛门 但是事后没有人从方先生口中证实此事 而我们在方府也不曾见过佛像或任何与佛教礼拜有关的迹象 尤其因为方师母并未信仰佛教 所以也必谈此事 依合理的判断 情况如下 方先生在个人的宗教取向上 无疑是接受佛教的 不过 正如他所强调的 佛教是一宗教 一哲学 而他所接受的主要是 作为哲学的佛教 可以启发觉悟的智慧 看出旁通统灌而圆融一体的大千世界 借用华言宗的术语 是 一及一切 一切及一 一切及一切 若是正的智慧 当下解脱生死 方东美先生的哲学典型 也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五 傅佩荣教授曾说 民国六十一年 一千九百七十二 我赶上了方东美先生在台大最后一年的课 课名是 中国大臣佛学 冯护祥编著 方东美先生的哲学典型 台湾学生书局应行 2007年12月出版 页114 后来 方先生又到辅仁大学讲学 课程就包括大臣佛学与华言宗哲学 该课程还经学生录音打字编辑成专书出版 六 当代著名的佛教思想传教法师 净空和尚就时常称颂方东美先生 因为方先生曾为其讲授佛教哲学 婉小平教授在其所着方东美与中西哲学书中到1973年74岁 有位净空法师想听方先生课方师专门在家中为他上课 后来净空法师应行 华言经 五十套给方东美先生 方先生又将这些送给学生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页323 7. 参见诸儿 8. 参见方先生言 其实如果有正确的道统观念 谈道统也未尝不可 但是习文的道统却是虚妄的道统 所以我认为改称学统比较允荡些 如果要建立正确的学统观念 首先必须具备有真实的历史智慧与丰富的历史知识 也就是司马迁所提出的通古经之辩 新儒家哲学十八奖 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再版 9. 方东美 中国大臣佛学 上册 页318 10. 方东美 中国大臣佛学 下册 下册 页38 11. 《Song H. Fan》 《Chinese Philosophy, Its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 Linking Publishing Co. Limited 1981 12. 方东美 孙志生意 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 上、下册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中华民国 94年11月出版 13. 方东美 中国大臣佛学 上、下册 台北 黎明 2005年8月修订出版 华言宗哲学 上、下册 14. 参见其言 现在有许多讲宋明理学的人 他们的学术观点 是认定了宋明儒职成儒家 北方大陆平原的经学传统 不能兼顾到经学流变过程中的其他影响 其结果则坚持所谓 道学的系统 必然的要反对佛学和道家 我认为持这种观点 在历史上是没有证据的 即使宋儒本人 如大臣子 朱熹等 都自称 出入老佛十余年 朱子也批评成门弟子受禅学所获 宋儒道学传也承认这一事实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心天一众偏见 来回护宋儒而排斥道佛 我们在从经学方面来看 宋儒很明显的是承受了难学老庄的王毕 王素 杜玉这一个传统来的 那么宋儒的经学就要有子学的精神 首先就不能排斥道家 再者 从六朝到随唐已至于宋初 是佛学发展的巅峰期 宋儒在事实上都是出入佛教十余年的 然后回过头来排斥佛教 要与佛教划清界限 事实上也不太可能 至宋明理学者 如果误解了这个观点 那么对宋儒的学说之了解 就会大受限制 亦成偏见了 方东美者 心儒家哲学十八奖 黎明文化公司 1985年 在板 夜五十 令言 两进以后 佛学来了 佛学从某方面看起来也是一种经学 而且大臣佛学一礼的产发 事先以到家老庄思想为媒介 为凭借而产生了佛教格义之学 然后再发展成为初期的大臣佛学班若宗 班若宗是以子世佛的典型佛教宗派 是透过到家老庄思想以解释佛理的初期大臣佛学 如果我们以大臣佛学为佛教的经学 而大臣佛学的主要宗派 如天台宗 三论宗 法相为时宗 华严宗 都是直接从班若宗里面衍生出来的 而间接是从老庄思想中引介出来的 由此以观大臣佛学 老庄思想是其中一个极重要的成分 据此以谈宋明理学 宋明如大帝皆出入老佛十余年 深受老佛影响自不代言 而却一味地排到排佛 惊人不察此理 盲目地跟随宋明如排佛排到 为其故事隐晦 抹杀历史的事实 尤为不至 前影书 页五十三 十五 方东美 中国大臣佛学 上册 页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十六 方东美 华严宗哲学 下 页五百一十二 十七 方先生言 所以若就宗教来谈宗教时 宗教上面的起点 第一不一定是 信仰 华严精云 信味道 圆功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根 华严宗哲学 上册 页两百六十一 十八 方东美 中国大臣佛学 上册 页一百五十 十九 参见方先生言 近代西方思想的 重点 从 近代西方的哲学思想 显然无法 概括西方的全体哲学 因为在西方的全体哲学上面有ontology 本体论 有cosmology 宇宙论 有axiology 价值论 等 许许多多的思想问题涵盖在里头 而知识论只不过是这些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趋势而已 华严宗哲学 上册 参见令文之讨论 杜宝瑞 1999年12月 小于方东美论中国行上学的方法论反省大于 二十一世纪人文精神之展望生命美感 与创造方东美先生百岁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 中国哲学会记者学与文化乐堪设主办 二十一 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上册台北黎明 2005年8月修订出版 页五十二 二十二 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上册台北黎明 2005年8月修订出版 页五十五 二十三 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上册页七十二 二十四 参见杜宝瑞 陈荣华者哲学概论 小于第二十一章 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大于台北五南图书 二零零零八年一月出版 二十五 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上册页三百四十九 二十六 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上册页三百五十二 二十七 方东美中国大乘佛学下册页四十八四十九 二十八 菩萨辩学的相关讨论参见杜宝瑞大乘大义张探究 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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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95 E.A.A.5 F.E.F.0 B.7 C.64 F.179 A.E.B.4325476352 OK.9 Text斜线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5.50分10秒 GMT272035D.8 BA.13年4月95 E.E.4 B.9 A.488003 Heitz547635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度保锐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 首页 向上 儒家功夫理论的进路与形态 概念思辨的存有论 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思维 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 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意识之定位 国科会大陆禅学 国科会功夫境界 书评永恒与现实之间 东方哲学是追求理想完美人格的哲学教育 中华文化氛围中的哲学人的专业伦理问题 从孔子思想谈终身学习的理念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理想人格理论 下载档案 第21章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 在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讨论中 中国哲学的特质依然是首先需要分辨的课题 否则难以准确地讨论这个议题 这个特质就是中国哲学主流的如是到三教 都是实践哲学的性格 是实践哲学的特质 就是说学派理论的建立是以提出理想人生图像为目标 并且说明理由 从而提出追求这个理想的做法 甚至进行实践而有实践的记录 由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内部结构及思辨流程都是对准这个价值理想的实践而发展 因此 理论系统的图像会有着与传统西方思辨哲学相同的部分 但也会有不同的部分 相同的部分重点在存有论的讨论 不同的部分重点在价值哲学的宇宙论 本体论 功夫论 境界论的讨论上 说中西哲学不相同的部分在实践哲学的意思 并不是说西方哲学不讨论价值哲学 而是非其主流 因此相对上论述之质量不如中国哲学丰富 因此对于实践哲学的知识论问题的讨论 反而应以中国哲学的讨论为典范 当然 就中西哲学相同的存有论部分亦非地位均等 而是在西方的思辨哲学传统才是经验丰富 论述多元且意理绵密 发展辩证的 而在中国警示亦有触及 虽有讨论 但并未形成主流风潮 且时时受到误解 反而因为问题意识的相同 因此借由西方的经验便及亦了解 以中国的实践哲学与西方的思辨哲学 作为哲学形态的简单的分别系统时 实践哲学依然是有着哲学理论 哲学体系 哲学问题 与哲学意见的 然而中国的实践哲学有形上学思维 及伦理学思维 但是却缺乏知识思维 知识论思维应该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新课题 本书对此之讨论 即是站在一个全新的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课题的角度所进行的讨论 一、实践哲学的知识论课题 在中国哲学讨论中的知识论课题 长期以来是一个未被约定的领域 有以先秦明家的讨论 以为中国哲学有知识论的课题的 有以如学系统中谈格物质之观念的部分为知识论课题 有以佛教哲学系统中谈心性修养活动 为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课题 知识论作为一个哲学基本问题 当然是来自西方的传统 从启蒙运动起起当代西方哲学 作为知识论的课题不断演变 知识论议题中的意见主张也不断演变 也可以说哲学上并没有对于知识论的议题与论点的定解 因此在谈论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课题时 先做一个问题意识的界定是必要的反思工作 一般而言 对哲学理论做知识形成方式 以及成立可能性的反思人士知识论的基本议题 就此而言 作为实践哲学特质的中国哲学 它的思考方式为何 它的知识成立的要件为何 这应该是我们反省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课题 甚至是建立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理论的方向 这是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下的工作 并不是传统中国哲学的理论中已经进行过的 而应该是以传统中国哲学的理论实况为对象所进行的当代的新研究 这个研究的起点就在建立传统中国哲学的思考模式 从而建立解释架构 并藉由这个解释架构展开各学派各系统的理论诠释 其次在就着这个诠释成果的各家理论体系的知识客观性 适用性、适用性、简正性及选择性进行知识论议题的反省 本书此章集下两章之讨论 即是站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立场下 所做的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课题 二、解释架构的理论意义 作为实践哲学的中国哲学 有着它特殊的哲学活动的理论推演模式 本章之讨论重点 即是要提出这个推演模式 以作为解读中国哲学的解释架构 这个解释架构首先是传统中国哲学 各学派系统内部的思考模式 对于这个思考模式的提出 并不是去创新一个模式 而是去深入所有学派的思考进程 而提出一个各家在共同使用的思考模式 事实上各家都有理论建构的多种形态的模式 本章之工作 即在各家系统的问题与问题间的推演结构中 找出穿梭在各个学派的各种问题推演结构 并建立各家通用的问题与问题间的关系的理论 由各种问题间的关系理论统合性的提出中国哲学的思考模式 这便是一个知识论的反省 这个反省本身就是各哲学议题 是关于中国哲学的思考模式的问题 讨论实践哲学的各种主张 是经过一个如何的运私架构而能合法的提出的问题 从学派立场说是思考模式 从研究者立场说是对中国哲学研究的解释架构 解释架构的内部关系与哲学理论的建构次序是两回事 本书所提出的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就是实践哲学的 宇宇宇宙论 本体论 功夫论 境界论 的架构及 存有论 的问题 这套架构有着它自身的内在推演关系 至于哲学理论的建构次序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这在各家都是不相同的 通常是价值意识的观点先被提出 提出之后再进行这个命题的理论依据的讨论 这就一方面向人性论及本体论发展 另方面向客观世界寻求知识的支持 也就是建立宇宙论以说明价值命题的合理性 至于在价值观念的提出之时 通常也同时提出功夫修养论的观念 修养论观念差不多成熟以后 便会就理想人格状态进行讨论 这就是境界论 之后在更长远的哲学史发展的历程里 不同学派有着各自的不同先后次序的再发展 这是没有定论的 三 实践哲学的四方架构与存有论 就解释架构的问题与问题间的关系而言 首先 宇宙论是学派系统的一切知识的依据 是哲学系统在现象存在问题上的知识 其次是论说价值命题的本体论 提出人生追求的理想目标 接着是处理人的实践活动的功夫论 功夫论有两种脉络 一是以价值意的本体论为目标的心理修养功夫 若涉及身体能力的锻炼 则需宇宙论的知识以为修炼或修行的依据 一级本体论及宇宙论都与功夫论发生问题与问题间的关系 而功夫十做之后 主体会达到理想的状态 针对这个状态的讨论则是境界论 以上即是一套以追求人生理想的实践活动 为主指的哲学体系之理论架构 整个中国哲学的如是道三交的实践哲学 即是形成并建构于上述架构中 此外 为使上述架构能实际进行 亦同时发展了针对上述四方架构议题的讨论 所需的存有类别概念 及抽象功能概念的使用与讨论 讨论这些概念的定义 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存有论的问题 以上四方架构的实践哲学系统 有一个理论内部互相推演的关系 宇宙论推本体论 本体论推功夫论 境界论由本体论 宇宙论 功夫论共构 因此在境界论中 本体论 宇宙论 功夫论一起并现 通常这就被视为中国哲学的最高完成 至于存有论议题是独立发生且运作的 以下分项细说 4.宇宙论系统的哲学问题 宇宙论哲学是实践哲学系统中处理现象世界的知识定位部分 现象世界作为生活世界的场域 因此决定了生活价值的标的 现象的世界都应该是经验所及的世界 但是在中国哲学的宇宙论讨论中 道佛两交的宇宙论知识涉及到 非一般人存有者的经验所能及的 它在世界 因此问题变得复杂 但仍虚视为是属于经验性质的知识 而特别是道佛两交的哲学理论 又是基于其宇宙论知识才成立的 这也是宇宙论知识在中国哲学研究中 地位特别重要的原因 宇宙论的知识是根本体论的观念 以及功夫论的主体活动有内在密切关联的 至于主体做功夫而达至理想的 存有状态的境界论也是要在宇宙论知识中说明的 首先 本体论的价值意识的观念 多来自宇宙论知识的推演 当然这其中存在着实然知识推论 映然观念的知识和法性问题 不过 作为一套思考模式而言 如是道三教都有这样的思考模式 简正的问题是在实践之处而不是在客观性推演之处 下两章将讨论这个问题 其次 身体锻炼形态的功夫修炼理论 就是直接借由宇宙论的知识以为修炼进程的说明 特别是在有它在世界观的系统 如道佛两教的层层上提的世界结构图示 其修炼知识即有着基于身体能力的提升而静置更高级的存有世界的说明 这就是功夫修炼论与境界哲学和宇宙论的世界观知识的合会之处 宇宇宇宙论中的相关议题很多 包括宇宙图示 宇宙始源 宇宙发生历程 根本存在元素 存有着类别 生死问题 人体宇宙学 宇宙论进入的律则等等 宇宙图示 说明世界的架构 中国古代的 盖天说 宣夜说 魂天说 是就天体的结构与运行的规律所研发的宇宙论知识系统 这还是站在一般人存有者的经验感官能力的基础上做出来的研究成果 若是道教及佛教的世界观图示 涉及它在世界的宇宙结构的说明 就是超出了一般人存有者的经验能力的知识 这种知识作为有经验意义的知识是基于他们是有修炼者或修行者的清正之后所说出来的知识 这就包括道教所说的三十三天 以及佛教所说的三界世界观 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或十法界众生中的六凡世界 包括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 宇宙始源与宇宙发生论 说明宇宙在时间及空间的开端及其演化的历程 道家的道概念 在一开始就被赋予了这个始源的意义 当然它也同时被赋予价值意识的本体的意涵 当道家讨论到概念的宇宙始源的存在面向的意涵时 会提出这个始源是一无形的气存在的状态 随着气化而有形值 而有了天地万物 汉代道家、淮南子、书中谈宇宙论的太史、虚阔、宇宙、元气的概念就是在说明这个始源及其发展历程 这样的问题亦是在儒家系统中要到北宋的周敦仪才明确地提出 他的太极图说就是借由太极概念以为这个始源而经过阴阳、五行的分化演变而有了天地万物与人 这个问题在佛教哲学的系统中更为复杂 原始佛教以无明元起说 十二因元 观的始源及历程 无明、行、时、明色、六入、处、受、爱、取、有、生、老死 这个历程既是说明人存有者的生命发展历程 也是说明整体存在界的发展历程 因为佛教是主张万法为实的 也就是现象世界的一切都是意识所变现的 因此说人的意识演化与说世界的发展历程是同一个系统 以西方哲学的观念来讲这就是一套最维维心论的宇宙论系统 根本存在元素 说明经验世界的物质元素 中国哲学基本上都是以气存在说 此根本存在元素 分开来说则有如到两家的阴阳说 以及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说 佛教哲学中的的水火风 四大说 亦是 存有者类别 处理存在世界有哪些的存有者 在各学派系统中说明有哪些存有者类别的理论 等于就是在说他们的世界观的问题 就这经验现实世界的世界观而发言的学派 它的存有者类别问题是一个较简单的问题 它就是以天地万物一概念来讲说全体的存有者即可 但是在有它在世界观的哲学系统对于存有者类别的问题就极有特殊性 有它在世界就有它在世界的存有者 有它在世界的存有者就会引发价值观的辩证 例如儒家学派的价值观是定位在此在世界的圣人的体贴天道之中 因此为辩证三交的价值立场 儒家就会对于它在世界的存有者的存在与否及其能力与地位进行批判 关键即在有否鬼神存在以及鬼神存在的持久性以及主宰性的地位 通常儒家学者会否认鬼神存在 或至少否认鬼神位于持久性存有者 但最重要的是否认一般民间迷信中的鬼神的持久性存在 藉由对其持久性存在的否定进而否定他们在价值主宰上的地位 但是鬼神的存在性地位在儒学系统中也不太容易被全面的否定 因为这还涉及到儒家所重视祖先祭祀及天地山川诸神之祭祀的行为 所以对他在世界的存有者的讨讨论 在儒学系统中就必须分门别类的进行 但是这项理论工程在儒学家中所谓者不多亦不深入 讨论的最多的就是珠希的系统 至于道教哲学系统中的存有者类别那就丰富多元了 除了经验现实世界的天地万物之外 还有太多人类存有者无法感知到的他在世界的存有者 那就包括天仙、地仙、鬼怪等等存有 佛教哲学中的他在世界存有者类别也是极为众多的 十法界、观念中的各个法界及有个别相应的存有者 因此三恶道中的地狱、恶鬼、畜生、三善道中的天、人、阿修罗、四圣道中的身文、原觉、菩萨及佛 有一个是不同类别或等级的存有者 有不同的存有者代表了有不同的世界观 亦代表了有不同的价值追求标的 因此存有者类别 问题是宇宙论知识中跟价值辨证问题直接相关的重要议题 生死问题是宇宙论哲学中的重要议题 但重点并不是在谈论对生死的态度 而是要谈论生死现象的知识 谈态度是本体论的价值问题 谈现象的知识才是宇宙论问题的重点 当然 谈清楚了生死现象的知识及能有对生死问题的价值态度 而这也正是追究生死现象的知识的目的 一般说来 儒家对此所言甚少 可以说系统中并不具备对于这样议题的真正研究 不知生焉之死 未能是人焉能是鬼 可见儒家的理论重点并不在此 而道佛两教就不同了 不仅言之圣火 甚至道教与佛教对待生死的知识亦有不同 道教中的天师道已追求死后世界的存有者 与生活世界的存有者的和谐关系为目标 神仙道教则追求人存有者的永恒不死的生命境界 前者需要有意识鬼神的超能力 后者需要有自身不死的超能力 两种能力都需要有身体进入的锻炼功夫 而这两种能力在功夫修炼的问题上 即是宇宙论进入的修炼功夫的主题 但这时也仍需要有价值意识的修养功夫以为配合 至于佛教则在轮回生命观中提出一永恒不死的观念 佛教的中因身轮回转身理论 即是针对此一议题的特殊知识 即是言说人存有者在死亡之后 会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自我 经过重新寻求新生命的历程而至下一世中 因此生命即在一永恒轮回的历程中经历一切 生命的意义就在这经历一切又不执着一切的修行中彰显 反之在什么事情上执着即在什么事情上痛苦 并将不得解脱而至不断轮回 道佛两教对死后生命的知识 当然会影响生前的生存活动的价值意识 如学系统中则多位担心人们会过度用心于死后生命的事物 而致影响现实生活 因此会批评此种知识的真实性 这就说明了宇宙论知识对价值意识的重大影响力 人体宇宙学说明人存有者的身体结构的知识 以作为修炼功夫的知识依据 因着中国哲学的实践哲学的性格 宇宙论知识意将与人的实践活动互有关联 那就是要提供人体宇宙学的知识 借由人的身体结构的知识说明 以便为开发人体能力的功夫论提供知识的基地 这就特别是在具有他在世界世界观 以及超经验知能的能力锻炼的到佛系统中 佛教密宗的五轮说 道教的精气神型魂魄架构 都是说明此种人体宇宙学的知识 以为修炼或修行的依据的理论系统 宇宙论进入的律则 说明宇宙现象的事物变化的律则 可以说一切自然科学的运动变化定律即是指此 而在传统宇宙论中的律则观念 当然仍是较为粗糙或抽象 例如佛教的十二因缘观念 即是宇宙论意的律则 道家言说天体运行 以及四十变化的律则 意皆是宇宙论进入的律则 律则意有本体论进入的形态 这就是说所揭示的律则 并不是纯粹客观的现象法则 而是加入主观价值立场的判断意见 例如老字所说的 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有无相生 等律则 或是俗话所说的 天下和久必分 分久必合 的律则者 这种律则指涉人事变化 其实不具备绝对必然性 但仍有指导人心的作用 故说为本体论 进入的律则 命运问题 是就着人存有着 在生命实力程中的 所有遭遇而为之讨论 讨论其中是否是一天生的本然 还是以后天的自由所决定的 作为追求理想人生的 如是道三教 这个问题必须彻底解决 否则无从说明追求理想的可能性 而这个问题的讨论 却必须是在宇宙论的知识背景下的讨论 从儒学而言 这是气性生命的议题 基本上接受气性生命的 有命定的限制的立场 但却从主体的价值追求活动 可以不理会气性限制的方向 而摆脱这个限制 理论上并不是这个限制被取消 而是这个限制不能影响理想的追求 而追求舒适的理想才是生命的意义本身 这就是儒家的天命观 以天命观而取代命定论 理论上必须有性善论的本体论 以为必可实现的保证 从佛学而言 这是习性决定的议题 习气一旦形成 命运也就形成了 但习气又可以随着主体的修行而改变 因此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 这就是佛教的因果观 因果观念配合佛教生死知识的轮回观 而形成一套可以说既是一个命定论的系统 又是一个自由论的系统 理解佛法的智慧者即可由受命运限制的生命形态中解脱出来 而追求一绝对自由的主体 不能理解佛法智慧者即永恒的受限于习性而为命运束缚 可以归类为道家知识的中国传统数数理论也是正面面对命运的问题 不论是紫围斗数还是八字命理 都是借由人的出生年月日时的结构 而建立推算一生命运的知识架构 这就是命理学的知识系统 理论上预设着命运天注定的命定论思想 并且是决定于出生受气的时程 此一时程在宇宙论知识上的意义 即是天体运行中的各个心体之间的角度排列结构 可以说儒家承认有命运 但重点放在价值追求的理想生命上 佛教主张有命运 但命运就是因果法则 因此是自己造成的 因此也就同时可以经由修行而转变之 因此又是自由论的 于是承担因果变成为佛教修行功夫中的重要课题 而数数理论则是在接受有命运存在的前提下 追求推算的理论系统 于是在如佛两交的天命观及因果观念下 三者取得了一个极具艺术性的结合 如果想知道命运 就去数数中推算 但就算是推算出来了 亦不妨碍仍然积极追求舒适的理想 而不理会之 如果要理会命运 那么就要做佛家的修行功夫 但要完全改变命运 就要有在多世轮回中承担业力 而非一朝可及的心理准备 由此可见命运问题的宇宙论知识 在三教系统中是如何紧密的与价值意识相连着 五、本体论系统的哲学问题 本体论的议题就是在讨论价值意识 这个价值意识的确断 是整个中国哲学作为实践哲学 以追求人生理想的最重要课题 价值意识由整体存在界的终极存在意义决定 因为是整体存在界的终极存在意义 所以被说为整体存在界的本体 这正是本体这个词汇在中国哲学中的本来的意思 这个终极存在意义的获得 在理论系统中会是由宇宙论的知识以为推求的结果 但这是就理论上去设想理由的途径 若是要说哲学家在确断这个价值观念的过程 实际上它多是来自哲学家的直观 或说为独断一可 由于它是直观的结果 因此也说为智慧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特殊的见解 在复杂分云的现象中找出这个观点以为存在的意义 这就是智慧 不过哲学家的智慧的直观 并不妨碍在理论上由宇宙论的知识作为依据 知识获得的过程与命题被推求的依据是可以不同的 宇宙论的知识支持是提供理论依据的哲学工作 哲学家的智慧的直观是发现这个观念的真实过程 既然它的发现过程是经由哲学家的智慧直观而来 因此它也是一个独断的结果 那么它又如何在理论的推求中成为客观的观念呢? 这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议题 也就是对中国哲学的知识讨论的知识论课题 此意下节将在详说 简言之 三交的理论系统是互为相对主观的真理观系统 这也正是因为它们的价值意识是来自哲学创造者的独断之结果 但是系统内理论建构的目的就是要使知识命题成为一互为推演的内部一致性之客观体系 这就是为何要在价值确断之后寻求宇宙论的知识说明 以为价值本体的客观理据之缘故 理据既得 即得由整体存在界的价值意识转出人存有者的功夫修养论及人性论 首先 整体存在界的价值本体记名则直接转出为作为主体的价值追求活动的心理奇象 此时即接上功夫理论而为本体功夫论的意志 因为主体的功夫修养活动即是为追求理想而为之行动 因此必以整体存在界的价值本体以为这个追求的标的 否则所追求的既不是本体意就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了 其次 本体论的价值命题 亦是实践主体的人性论的价值命题 讨论本体功夫时应以主体的人性知识相以为其象 这就进入了人性论的讨论 讨论人性在价值意义上的本质问题 其理论上的依据即是整体存在界的价值意义 即是由整体存在界的价值意义 以说人存有者的价值意义 这是人性论的本体论进入面向 是由本体论提供普遍性命题 而为人性论的本质性命题 本体论与本体论进入的人性论的关系 就是前者与后者的价值意识是相同的 前者为后者的理据 本体是善 人性论中的性一级是善的 本体是空 人性论中的性一级是空的 人性的价值本体定位清楚之后 即要直接作为主体的价值实践的心理标的 此级是由人性论说心形功夫 亦级是本体功夫 但是 人之所以必须追求这个价值本体的理想目标 是因为人在现实状态中尚未达至此一目标的理想意境 也就是人存有者在一般生存状态中上有为恶的现象 然而价值意的人性本体的善与空是不能说明人会为恶的原因的 既然本体论上说不得恶 这就需要宇宙论来说明 也就是诉诸器柄的存在 由器柄说为恶的可能 但是 说为恶的可能并不等于说恶 说善说恶仍是本体论的价值问题 本体论说善 宇宙论说为恶的可能 至于人的现实存在状态之是善是恶还是人之自卫之结果 为恶不为恶的自主性还是在人心之中 这是在追求理想的如佛两家中都共有的立场 因此人性论的讨论也需有宇宙论进路的面向 由宇宙论进路说人性 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人之不能追求本质性价值的缘由 以及说明人的为恶的可能性 这是以器柄说人的存有论课题 另方面则在说明有他在世界观的系统中 人类开发超越性能力的知识结构 这就是人体宇宙学的课题 问题至此 人性论这个词汇又不够清晰了 可以说有一个本体论进路的人性论 以及一个宇宙论进路的人体宇宙学 和而言之为人的存有论 6. 功夫论系统的哲学问题 功夫论的议题更是实践哲学中的核心议题 谈人生理想的中国实践哲学就是要提出主体追求理想的知识 功夫论就是提供这项知识的哲学基本问题 这个议题的重点在于主体要进行 因为理想有以回归存有或变在宇宙一切处未终极理想境界 因此不止这个问题的主张各自别意 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的问题性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有以心理修养为主要路径的本体论进路的功夫论哲学 有以身体修炼为主要进路的宇宙论进路的功夫论哲学 有同时以上数两路之修行为进路的功夫论哲学 儒家的功夫修养论就是第一种进路的基本形 道家老子学亦然 至于道家庄子学及列子学则同时具有第一种及第二种形态 但却在后人不同的诠释传统中有或此或彼的轻重不一 道教理论形态分歧 表面上多为直接主张第二种形态 但事实上都没有不预设第一种形态的功夫修炼论 至于佛家其实就是直接并和第一种及第二种进路 而为第三种修行功夫类型 就第一及第二种功夫论的关系而言 事实上 在以身体为主要进路或并行进路的修炼论及修行论功夫哲学 都还存在着以心理修养进路为优位进路的本质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本体论进路的心理修养功夫是一切功夫论哲学的根本形态 也就是说本体论进路的功夫论具有领导宇宙论进路的功夫论的优位性 本体功夫说明主体修养的心理奇象 本体为何则本体功夫知奇象即是为何 其价值奇象在同一个学派中不能改变 以儒家而言 儒家言说功夫的概念众多 其诚意 振兴 智良知 圣读 求放心等一指的区别 也只是概念的不同 其本体功夫的意志都仍是相同的 如是道三教都有本体功夫 实做方式就是主体心形全手持定在本体论的价值意识上 宇宙论进路的身体功夫 说明主体在做修炼活动时所需的身体知识 此一知识甚至具有一层深入一层或一层提升一层的阶层性质 实做之即是直接经验之 是在身体知能上锻炼的功夫修炼模式 功夫论一提除了本体功夫与身体功夫之外还存在着功夫四地的问题 功夫四地的问题是在于对准中极理想而进发的主体操作步骤之先后次序问题 从主体应该先做何种功夫后做何种功夫的角度是各功夫四地的功夫论问题 例如先之后行即是一功夫四地的问题 功夫四地与境界阶层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主体只能先完成什么功夫以达至什么未接的境界 以及后完成什么功夫以达至什么未接的境界 是境界论的境界阶层问题 论于主体的操作项目的先后是功夫四地问题 论于主体操作结果的先后是境界阶层问题 就功夫论内部的两行的次第而言 本体功夫的次第问题通常没有绝对差别性 因为所谈的功夫项目其实都是同一意义的 没有本质性差异 其差异与次第常是为了更详细说明同一个本体功夫而做的分别 如静时动时 知时行时 平日时临时时 少时老时等等 固然都有各自强调的功夫作为 如静时涵养动时茶时 但是次第中的先后项目之操作都能有互相影响的效用 其实 就同一学派的本体功夫而言 在所有的次第中及阶层中都是同一的 是无畏的就是无畏一路到底 是般若的就是般若一路到底 不论次第中所论及的是动静之别 少老之别 规模大小之别 它都仍然是原来的本体功夫意志 就 宇宙论进入的功夫次第问题而言 次第与阶层是并和相关 列等不得的 因此在次第上可说是每一次第的重点都不相同 所以宇宙论进入的功夫次第问题则相较于本体论进入的功夫次第而言 可以说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不依照次第而进行的身体功夫之修炼常会是无效的 甚至是有害的 讨论了次第问题之后我们要讨论 三教功夫论命题的一同问题 这个问题从本体论说与从宇宙论说有着不一样的一同状况 就本体论言 本体功夫 即是以本体价值为星形其象 三教的本体为何 其星形其象即为何 因此三教本体功夫的其象当然截然不同 但是三教的形式亦都是相同的 此集当代学者言之甚多的心性论的课题 这就是作用在主体心念意志上的心理修养功夫 儒家、道家、佛教皆然 因此儒家的路、王与佛教的禅宗皆因着力于发挥本体功夫的心性论议题 而常被物质为一 这就是犯了只注意到功夫形式的相同 却未能辨识价值意识的本体是不相同的错误 也就是当我们以 行人或无畏或体空的三教价值性概念说本体功夫时 三教的本体功夫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一旦当我们使用存有类别的概念以说本体功夫时 则三教几乎都是说的静心、静性、守心、心法、心学、心性学等等 我们绝不能以三教的本体功夫的形式意知相同 即物以为其意指意相同 在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则不至于有形式意相同的情形 以及身体功夫的辩证问题 是较不易有混淆的情况 这是因为三教世界观有别 特别是道 佛两教的身体宇宙学的概念术与系统多不相同 因此以身体宇宙学的知识架构 以为身体修炼功夫的理论辩不至难辩彼此 因此即便是形式意的概念意不意相同 但是由于这种类型的知识多半超越了人类的一般性经验能力 因此即意有不解甚至误解的情形 因此即会因不解或误解而以为 佛两教中的若干身体锻炼功夫是相同的 但这就不是方法论的混淆问题 而是个人的理解失误的问题 最后功夫论的课题还包括了更细节的具体操作智慧 从本体论进入的功夫论说 人际互动之间上有许多具体情境中的处置准则 这就是具体操作智慧 这种具体操作智慧类似 论语中的格言 教条式语句 也类似 周易大象传的语句 甚至我们可以说 周易 经文结合 段传 及 小象传 的六十四卦哲学 就是六十四组具体操作智慧 具体操作智慧是众多哲学家 以其生活经验而提炼出的生活智慧与路 都是对准本体价值但落实于生活中的处理智慧 它们对于具体人生的指导 比起本体功夫的观念 具有更实际的效用 从宇宙论进入而言 各家的功夫论系统可以说都具有经验意义的知识 无论所述命题的抽象度如何 它们都必须展现出在经验中可操作的意义 否则就不能称为宇宙论进入的功夫知识 七 境界论系统的哲学问题 境界论是言说主体的状态 但讨论的重点是放在主体做了实践以后的理想人格状态 至于主体在做了实践的活动 但人尚未达至最高级境界前的各种过渡性状态的讨论 也是境界论的课题 言说主体的境界状态有从行上学的宇宙论及本体论两路来说的脉络 从行上学的宇宙论及本体论说境界就是在说明主体是在进行追求理想的活动 而理想即是由整体存在界的真相与价值原理以为说明的 纯粹从本体论上说即是由本体论已说主体的心理意志的纯首 纯首之而不滑落即是本体论上说主体已达至境界的意志 而价值原理是来自对整体存在界的真相的意义性判断 因此做了本体功夫以达至境界时 亦得由宇宙论境路说明主体在整体存在界的境界意义 此即是从宇宙论境路来说主体应有的状态 在所认定的世界就是这个经验现象世界的哲学体系中 如儒家及道家老子之学中即是以具有掌握天下的能力为最理想人格的完成 达到了儒家忍者的境界者就是平天下的圣王 因为儒家所讨论及所关心的世界就是经验现实世界 因此即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同规模格局来探究实践者所成就的境界 达到了老子的无畏境界的智者亦是亦无畏而无不畏以取天下的圣人 因为老子所讨论的世界也就是人文活动的社会体制之世界 这还是与儒家所关怀的世界相同的领域 但是在有他在世界的道、佛两交的境界论中 最高级的理想完美人格的说明就要涉及他所存在及活动的他在世界 在主体做了修炼及修行的功夫以达至更高级的境界时 主体的超越性能力使其能活动于更为理想的他在世界 如道教的神仙生活的天界 与佛教菩萨及佛所居指的世界 总之 从宇宙论说最高级主体的存在情况是境界论的一路 着重于主体的身体情况以及主体所存在及活动的世界实况的说明 从本体论说最高级主体的思维是另一路 着重于主体的价值心灵 说明主体在价值持手上应该有的作为 境界论与存有论意有意及有意义的交涉 交点是在讨论整体存在界的总原理的存在特征或抽象特征的道体之学 他的知识内含是来自于对主体达至最高级理想完美人格状态的反思的观点 道体不可置私 哲学家对他没有直接经验 对他所能进行的思维尽是思辨的选想 思辨的选想就以主体的境界以为运私的对象 所以许多讨论最高概念范畴的形上学观点就会与境界哲学有同样的内涵 这就是传统所说天人和衣食的状态 既是主体的最高级境界的描写语言 亦是道体的存有状态的描写 所以境界哲学中数级主体最高级境界的语言将会同时是 形上学中最高概念范畴的存有论哲学 此时以形上学意指说之或以境界论说之皆可 境界论与功夫论有更为密切的交涉 功夫论说明功夫十做的方向及方式 做功夫就是为达境界 因此境界的达志必然是经过了功夫十做的历程 功夫论与境界论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 两者将有实质交汇以至于他们几乎是同一个问题 那就是功夫以达至纯熟阶段的功力展现 这也可以说次功夫次第中的最后一个次序的功夫 或境界阶层问题中的最高阶层的主体功力展现 从功夫论进入说时它是最高级状态的境界功夫 从境界论进入说它是最高级境界者的功力展现 此外 从功夫论脉络说境界功夫或从旧境界论脉络说功力展现时 就是说其为自然如此不加勉强的状况 并不是功夫论要主张不加操持勉强 谈功夫论就是要操持勉强的 只是就着功力纯熟时言其为不必再加操持勉强之意 至于从境界论进入说时 这就是对于主体的最圆满的状态的陈述 这个陈述又是并合著本体论与宇宙论的 形上学观念的陈述 将说为外在的 客观的形上学收摄入一主观的 理想的人格状态中 而成为境界论 功夫论 与宇宙论 本体论的全体圆容 甚至 这个讨论也将是作为最高概念范畴的 道体特征的同一语 因为道体不可感知 因此哲学系统中对道体的活动状态的陈述的思路 其实就是来自对理想完美人格的活动意境的语言 因此境界哲学正是中国哲学思路中最圆容 最高级的理论部分 境界功夫的意志在各个学派中 仍是有意同意或不同意的情况 那就是就本体功夫而言 境界功夫状态中的本体功夫 与所有的次第中的本体功夫是同意的 但是身体锻炼的意的境界功夫 却是指就着最高级的主体状态来说的 因此是与初级阶段的身体锻炼 所成就的能力状态不同意的 境界哲学的课题 还有主体与主体在功夫操作进程中的彼此印证的课题 这是有经验并已达至相当功利的教学者 对于后学者的接引及评价的印证 接引即是教导 这是功夫论的课题 评价即是境界论的课题 在后学者亦达至同等水平之时 教学者及语以肯定 佛教中言即是印证 印证即肯定的工作是在具体情境中发生的 发生时记录之而反映了理论在实践中的实况 这主要是就禅宗语录的表现形式而言的 禅宗语录中的印证式的语言 并不是以知识传播的形式表述 要传播修行的知识即是要讲述本体功夫 功夫四地及具体操作智慧等等 但在境界印证的语言中 指导者在经验的直观中表示肯定即是印证的完成 但是表示肯定的做法并不需人是知识性的话语 而可以是一个动作 一个声音 一个不相干的概念词汇 并不是这里没有真实的知识 而是这时只是要做一个肯定的动作 因此已经无需再以知识的形式来表述了 境界哲学义包括从中立客观的角度对实践者评论其优劣高下 最具体的评价即是在历史哲学中的人物评鉴学 至于一般情况下的各种人物的状态陈述 则是以人物志所提出的人格形态学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至于在儒家说其为君子、小人或圣人、贤人之别者 在佛教说其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之存有者或诸的知菩萨者 亦得以评鉴之叙述方式说其是否已达到该境界 8. 存有论系统的哲学问题 存有论就是对于上述四方架构的实践哲学所使用的概念进行分类、定义及关系的讨论之理论 因此它是一个纯粹抽象的哲学活动 它的问题亦是是涉入三教的所有哲学基本问题中的、理论上也应该是三教皆有的课题 先说分类 分类还是需要哲学基本问题的架构才能说明清楚概念分类的意思 这就是以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的四方架构来作为概念分类的准确架构 这样的分类首先是就着学派而进行的 因此多有医学派差异而致意指不共的情况 但是另有两类的概念却是各学派皆共有的 其中一类是各种存有类别的概念 如、天、道、理、气、心、性、鬼、神、等等 另一类是负担抽象描写功能的概念 如、本末、体用、有无、动静、亦多、等等 以上两类多是三教共用的 甚至是多种哲学基本问题中都有的 此外就是各学派系统内的特殊使用概念 那就是要就着各学派的各个哲学基本问题的使用来说明 至于定义与关系性命题 请参见本书概念思辨的存有论一章 存有论问题与解释架构中的四项基本哲学问题的关系 基本上是有关系但在思维逻辑上独立 就概念分类及概念定义而言 就是有关系但在思维的逻辑上各自独立的情况 分类纯粹是存有论问题 本身争议性不大 重点在解释架构本身的清楚于否 而定义则必然是各学派内部的思维在决定的 就概念的关系而言 以及是对存有论哲学问题的理论意见而言 则通常是在思维逻辑上独立于解释体系的 至于发展成怎样的理路 则是各学派的内部之事件 有些学派发展得早 有些发展得晚 有些学派讨论得多 有些学派讨论得少 各学派仍然是以哲学基本问题中的宇宙论 本体论 功夫论 境界论为理论创造的重点 存有论问题意识之理论 创作非观实践哲学的本身 彼此是有关系 但在思维逻辑上不相互推演 可以说存有论哲学是各学派哲学 发展至相当纯熟的阶段之后的 纯粹抽象思辨的理性活动 有其独立性的特质 存有论哲学的讨论 有对整体存在界的存有学原理的讨论 有对个别人存有者的存有学原理的讨论 对个别人存有者的讨论 着重于作为实践主体的存有结构的说明 说明其实践成功之可能性依据 或为何不能成功的理由等问题 9.结论 解释架构是三教意理内部思维的模式化后的架构 是基于三教思维的事实上进行的进入而模式化的建构的架构 这个架构有其基本问题的分类以及思维进入的结合 在如是道三教以实践哲学位根本哲学形态特色的背景下 四方架构的哲学基本问题内的观念与知识是互为推演 彼此联动而形成这个学派的一整套的理论的 于是各学派皆在解释架构的系统中成为内部一致的客观理论 虽然三教内部皆为系统一致 但三教彼此之间所形成的理论形态却是互不相同的 互不相同才有三教 各教的理论形态皆是在解释架构的思维模式中呈现出 他们的价值意识的确断 宇宙存在的结构 功夫实作的意见 和理想人格的形态等问题的意见 这些都是三教各自分立 主张不一 立场严明 且互不相让的绝对性系统 一级三教有共同的哲学基本问题 但是所主张的意见不同 从而形成不同形态的学派理论 至于存有论的讨论 却常有三教共通的情形 这是因为存有论的讨论 只是抽象的约定概念的使用 与形式的讨论概念的关系 不论是传统或是当代的研究者 当他们主张三教兼有意见相通的立场时 他们所谈的就是存有论的相通 而不是实践哲学系统内的相通 存有论的相通 并不意味着价值本体与宇宙结构等意见 意识相通的研究者若不能做出这种分辨的讨论 常会轻易地以存有论议题的相通 就论断三教价值意识意味相通 而粗糙的即以为三教可统一于某一教义的价值系统 即世界观之下 从存有论与四方架构的实践哲学 说三教的共不共性问题 三教将会是共于存有论而不共于四方架构 因此从四方架构说三教时 三教即是形成各不相属的知识观念系统 但是三教间有通义之变 三教内部又各自有通义之变 三教内部的通义之变的议题为何呢 那就是各教派内部的各系统之分别 如儒家的陈珠、陆王之别 如佛教的八宗之别 三教内部各系统的分别 却多为分流别意而非对立冲突 分流别意有因为经典依据之有别 而至系统使用概念有不同的分流 如儒家的大学、中庸、异传、之作 皆为宋明如所具以为谈本体功夫的经典 但概念系统各有不同 因此形成本体功夫的不同论述之分流 分流别意更有因着问题意识的差别 而至讨论意见的不同之别意 在四方架构中的哲学基本问题 在各学派内部各系统间有种种 着重面向有别的差异 有重视境界论的 有重视功夫论的 有重视宇宙论或本体论的 有重视谈本体功夫论的 有重视谈宇宙论进入的修炼功夫论的 有重视谈境界哲学的功力展现的 甚至有根本是着重谈存有论的 种种面向不一而定 这种意义下的同医学派内部的别意问题 其实并不是对立冲突的问题 然而不能做出解释架构的清楚分辨的讨论者 即会以为此中有对立冲突 以上几本章关于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之讨论 325829712OK9 Text 斜线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5.50分10秒 GMT 28 2035 D1441年2月 B-495 E14 B9A 4880 003 Heights 5829 71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度保锐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儒家功夫理论的进入与形态 首页 向上 儒家功夫理论的进入与形态 概念思辨的存有论 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思维 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 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意识之定位 国科会大陆禅学 国科会功夫境界 书评永恒与现实之间 东方哲学是追求理想完美人格的哲学教育 中华文化氛围中的哲学人的专业伦理问题 从孔子思想谈终身学习的理念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理想人格理论 档案下载 儒家功夫理论的进入与形态 台湾大学哲学系杜宝瑞 摘要 本文讨论儒家功夫理论的进入与形态 指出儒家是走心理修养进入的本体功夫一路 有别于道教的身体修炼功夫进入 与佛教的身心并行的修行论进入 因此说儒家功夫的主要重点便在指称其本体论的价值意识 及仁义理之成善等价值 并由此而转出的本体功夫理论 至于本体功夫之内上有若干次级问题 如功夫次第问题 境界功夫问题 具体操作智慧 要求做功夫 活动记录的语录等等形态 本文则借由对孔、孟、学、庸、义的价值命题的界定 以展现儒家、本体功夫的命题 另以大学及宋明儒者的大学、中庸、权解来展现儒家的功夫四第问题 并以成号哲学来展现儒家的境界功夫、问题 最后以六项三哲学来展现儒家的要求做功夫 及功夫活动记录的语录、形态 本文写作主旨指在展现儒学学派内部的几种不同形态的功夫理论 以作为澄清儒学内部理论冲突的分析基础 关键词 儒家、本体功夫、功夫四第、境界功夫、具体操作智慧、语录 一、前言 自来在中国哲学的范围内 谈功夫理论常有如佛会通或三教辩证等问题意识在主导 因此多有痛意之变 其实三教的世界观及价值意识的差异 致使三教的功夫修养理论 因仅有表面形式的相同 而可以抽象命题的形式会通知 但就实质内容颜 却有更大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因为功夫是要追求理想境界 三教理想不同 如何功夫会有相同呢? 理想有理论说明 说功夫的理论必是自宇宙论及本体论来 宇宙论提供说功夫的身体知识架构 这是道教修炼功夫的一理来源 本体论提供心理修养其项 这是儒家本体功夫修养论的观念来源 佛教则是既有身体修炼功夫 亦有心理修养功夫 而佛家则使用修行一词 至于就各学派内部来说 功夫论问题时 亦有因问题亦是的差异 而有不同的论述定见 但既是同一学派 可以有不同的论迈络 但人应有一致的立场 若不能澄清不同问题意识的论述脉络 则亦置身无畏的冲突 关键即在将功夫论议题的次问题与已区别 如本体功夫问题 身体功夫问题 功夫次第问题 境界功夫问题 具体操作智慧问题 功夫活动的语录解读问题 这就需要深入各学派各系统在未详细的讨论 本文之作 旨在借由儒家功夫理论的类型区分 说明同一学派内部的不同功夫论的问题意识及论述脉络 以为如学内部诸多功夫理论的冲突之澄清 澄清之而使之共够为一整体一致性的系统 并有意解消其冲突 至于三教同一问题之澄清 其重点在别其意 非在说其同 而同一教派则因不同问题之厘清 则可收不同意见之会通 重点在求同而不在别意 限于篇幅 本文仅以如学功夫论为对象 讨论功夫论的种种不同的刺激问题 至于三教间的别意 则另待他文 暂不处理 儒家的功夫论 以本体功夫为根本形态 主旨在纯粹化主体的意志 儒家的培养意志的活动 主要就是就着心理状态的涵养 查实而进行的 关注在心理上是否以儒家价值意识 为行为决断的标准 至于身体的处理 向来不是儒学的重点 宋明如者固然提到静坐的功夫 但是这个静坐的功夫可以说就是静静的 做着以条理正确的价值意识 从而坚定主体的意志 而不是注重静坐所产生的身体状况的改变 那是道佛两交的打坐及禅定功夫的理论形态 就儒家心理修养意义的功夫论而言 这就包括了儒家的本体功夫 功夫四地及境界功夫的问题 本体功夫 本体功夫直接进行心理培养及意志锻炼 关键在价值意识的定位 以及主体意志凝炼的动作 儒家哲学所谈的本体就是这个价值 这个价值当然就是终极价值 终极价值也就是本体 因为儒家的功夫主要就是价值意识的心理修养活动 因此儒家的所有功夫都是本体功夫 只是本体功夫之间有次第的问题 以及有达到境界以后的境界功夫的形式 功夫四地问题是在说明在各种本体功夫的项目中 有何先后、本末、体用的关系 关键在定位先后各种功夫的知识意义 以及彼此的关系 境界功夫问题说明在主体 以达至修养的最高或较高境界时 主体的特殊活动方式为何 关键在指出如何判断主体 已处于最高级的纯粹状态中的心理意境 以上三项是属于功夫理论的部分 但还有两类与功夫理论关系十分密切的思想 一是功夫实践的要求 二是功夫实践的记录 宽松地说 这两项也是属于功夫理论的部分 精确地说 他们是要求做功夫的话语 以及对实践活动的记录 空有功夫理论而不去实践 这并不是建立理论的目的 因此有哲学家物力于要求实践 而形成理论创作的重点特色 又理论与活动毕竟不同 落实于实践中的具体活动经验 是更珍贵的资产 因此值得予以记录而保存并流传之 这就是语录的角色 它正是展现功夫理论的经验 意义的思想作品 二 儒家的本体功夫 儒家的本体功夫就是针对儒家价值意识的心理培养 及意志锻炼的活动 因此儒家本体功夫的模式 即是对价值意识的实践 因此所有以主体修养来实现价值的命题 都是本体功夫的命题 例如至于人 明明德 当然如果所叙述的项目被陈述的较为具体 则也可以称为具体操作智慧 例如众贤人 亲师友 情读书 又因为这种实践是在主体心理活动的意义上进行 所以也会以主体的存有类像概念来表述本体功夫的意志 例如静心或静性 以 儒家本体功夫的观念从 论语开始就以意涯含富 梦子更是儒家本体功夫讲的最准确 并永远被引为核心命题的系统 此后中庸 一传则需有创造及发展 自是以后 则不再是本体功夫的创造问题 而是其他哲学问题的创造发展或澄清混淆的问题 一 孔子以人效力为价值目标的具体实践要求 孔子在 论语中提出许多实践要求 他们就是孔子的具体操作智慧 一般以格言或道德教条说 论语中的孔子观念 其中就是以 人 效 理 的价值为核心观念 二 从而展开为 论语中无数的具体操作要求 从功夫论的脉络说 孔子是提出 人 效 理 价值的本体功夫 因他谈的较为具体 因此也可以说是具体操作 智慧 孔子提出的实践要求 条目繁多 包括 勤奋好学 以德治国 孝亲无为 有爱兄弟 遵守信用 远离异端 正当于乐 理人为美 礼让为国 见贤私奇 行己也功 世上也尽 养民也会 使民也义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居进行简 文志彬彬 博学于文 博师既重 数而不作 信而好骨 智道俱得 依人有义 为之不厌 惠人不倦 心于失利于理成于乐 无义无必无故 无我 过则物但改 克己复礼 刚义木论 以文会有 以有辅人 态而不交 平而无怨 父而无交 见利私义 见为寿命 仁者不忧 知者不惑 勇者不惧 以知报怨 以德报德 君子顾穷 杀身成人 有教无类等等 具体实践要求 成为儒家君子的为人典范 一般人能具以实践 便能成为君子 具体实践要求也都是归属于本体功夫 只是他说的比较具体而已 二 孟子静心 氧气 力智的本体功夫 孟子在儒家本体功夫的建立上有开创意理智功 关键即在孟子使用了存有类别概念来说本体功夫 如 心 性 财 气 天 等 这就使得孔子多方言之的具体操作智慧能收摄在几个核心的价值概念里 如 人 意 理 知 善 等 而取得高度的抽象普遍性 从而成为如是道三教谈本体功夫的基本形式 这就是孟子哲学的最重要的创作 笔者之意并不是说具体操作智慧过于繁多 需要改进 而是说要谈普遍性的功夫理论问题 就需要有相当的抽象程度 至于就实践活动之所需而言 具体操作智慧仍然是切实有效不嫌烦多的 但是孟子却因为心性才弃天的存有类像概念的使用 因此能以简欲凡的以 仁义理之 为心性的良知良能 从而准确地提出本体功夫的根本形式 如 静心之性之天 存心养性是天 求放心 养浩然之气 尽其才等等 也就是说 当孟子以仁义理之之良之良能 为人人固有之本心本性 而建立了性善说之后 所有的功夫修养活动便皆是以此意本心 本性的意志纯粹化为意义 不论此本心 本性是以气说 以情说 以财说 以命说皆是 同意意死 孟子游 信善说 而带出功夫论之意如下 乃若其情 则可以为善意 乃所谓善也 若福为不善 非财之罪也 3. 乃若其他人 3. 乃若其他人 当已有人义理之,顺着自然人性之情,即必然可以为善意,并不需要违背或扭曲本性,只要愿意去做,就能发挥出来,当然若不去做,那也就等同于失去它了。 但也因此,如果不去发挥它,也等于是自己不能尽其才了。 既然人义理之为固有的,所以做功夫就是从固有的本心中发挥出来,因此叫做,阔而充之,凡有四端与我者,之皆阔而充之以,若火之始然,权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视父母。 四,如果不去阔而充之,便是,自暴自弃,自暴者,不可予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予有谓也。 言非礼意,为之自暴也,无声不能居人游意,为之自弃也。 人,人,人之安宅也,亦,人之正路也。 旷安宅而扶居,舍正路而不游,哀哉。 五,这就是建立了性善说之后的强力的理论效果,既然人性中固有人意理之之德性,便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离了人意德目,就是自暴自弃,不可予有言及不可予有谓也。 本心本性即是善的,因此可以说扩充此本心即是功夫,同时,也可以说把放尸的本心找出来也是本体功夫。 人,人,人心也,亦,人路也。 舍其路而浮游,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鸡犬放,则知求知,有放心而不知求。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六,生活上稍有失去人意德目的行为之时,即是放失本心之意,求放心,即是回到人意之路上,这也还是性善说格局下的本体功夫,因此一个性善说既可说扩充功夫也可说求放心功夫, 端是要从主体自身的本性处说,还是要从主体已在滑湿了的情绪状态中说。 可以说孟子在人性论的层次上建立了性善说之后,于是可以说扩充,即求放心,即进心,即进其才的功夫话语, 但是人性论的依据即是本体论,因此孟子由信善说的本体功夫就直接接上了天道的普遍原理,也就是本体论的本体,所以又能说出知天即是天的本体功夫论的话语。 净其心者,知其心者,知其心,则知天已。存其心,养其心,所以是天也。 妖兽不二,修身以四肢,所以立命也。 七 说到这里就是彻底的本体功夫的格式了,以及是以整体存在界的价值意识为主体修养的心理奇象,心,性,天,何谓一事。 孟子也以,仰气说,来谈本体功夫,并且在儒家本体功夫中极具有代表性,夫制,气之帅也,气,体之冲也。 夫制制焉,气赐焉。 故曰,持其智,无抱其气。 八 持其智无抱其气,就是以价值意识为意识的主宰而不以欲望情绪为主导,说气即是说情,只是情虚以心智为主导,因此,这也等于是尽心功夫。 敢问夫子恶忽常。 曰,我知言,我善养无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止养而无害,则晒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意语道,模式,哪也。 是即亦所生者,非亦席而取之也。 行有不欠于心,则哪矣? 九 本文中之气人是情,故而,浩然之气,即是情之顺此本心本性而行时之精神昂扬的状态。 由于孟子建立了性善说的人性论及本体论,所以在功夫理论方面便极易发挥,只要提高人们的自我价值意识及能鼓动人心自作功夫。 这点,孟子就是最能借由提高人们的自尊心而要求人们做功夫的理论家,其言。 公兜子问曰,君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先利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此为大人而已。 十 大体就是仁义理智的本性及普遍价值,小体就是私欲私利,有尊严的人当然是要真做大人的,孟子即以此说鼓励之并要求之。 右键 有天觉者,有人觉者。 仁义忠性,乐善不倦,此天觉也。 公亲代夫,此人觉也。 古之人,修其天觉,而人觉从之。 经之人,修其天觉,以要人觉。 既得人觉,而弃其天觉,则获之圣者也,终亦必亡而已。 十一 天觉就是价值意识的普遍原理,也就是仁义理之似者,人觉就是人间的利禄权势,有尊严的人会自我要求追求天觉,也就不以人觉为重,至少不会为了人觉而舍弃天觉,这就是借由提升人的尊严而说出的本体功夫论的模式。 孟子正是确立儒家本体功夫的最早系统,陆王新学集是成此而发挥者。 三 中庸,这一部著作,是儒家哲学的重要理论创作之一。 中庸,中庸,所讨论的哲学问题项目繁多,包括,中庸修养得目及自评,鬼神观念,文武周公赞词,社会理智及具体政策,本体功夫,圣人境界,等。 其中论于本体功夫者,主要以,成,概念作为最高价值,以及本体,而谈得成的本体功夫。 可以说,中庸,之作中的功夫理论已经达至相当成熟的阶段了,以及他已有清楚的形上学,本体论的观念,因此也就有了清楚的本体功夫的观念。 中庸,成的本体功夫如下,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仁之道也。成者,不免而忠,不思而得,从容忠道,圣人也。成之者,则善而固执之者也。 十二 说天之道即是说价值意识的普遍原理,说人之道即是说人的本体功夫。 圣人是,成者,也就是完全实践了,本体功夫,以致完全实现了普遍原理的理想人物,因此自自然然,不需勉强,从容而行,这就是做功夫已经有境界了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境界功夫,了。 至于一般人,至于一般人则是在进行,成之者,的,本体功夫,那就是还在需要勉力为之之时,故而说是则善固执。 中庸,之作的价值意识之本体,以,成,概念定位之,成概念的意识重点有二,其一为不习,其二为善,成,与,仁义理之,的价值本体在意涵上是一致的,都可总说为就社会体制范围内的性善论的本体论意识。 中庸,有明确的本体论思维,也有以存有类像的概念以说本体功夫的形式,此即,尽性,的本体功夫观念,自成名,为之性,自名成,为之教。 成则名以,名则成以。 十三,单纯纯粹的由性善的本性中发挥出来的作为是自成而名,由纯化了的诚意志之作用而通小事物而正确处置,这是由本性而发的功夫形式。 由理性的知解而进入价值的坚定是自名而成,这是教化事业的目标,这也还是本体功夫。 自成名即是尽性,尽性即是连着教化,自我教化完成随即教化天下。 为天下至成,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欲,可以赞天地之化欲,则可以与天地参与。 十四,中庸,之作借由成的价值本体, 要求主体实现此价值本体之在于人存有者的人性之内的价值意识,此即尽性。 尽性是从人性说本体功夫,尽性是从主体说本体功夫,两造的价值意识是相同的, 只是存有类别概念的使用不同,亦为人性亦知性,亦为主体亦知性。 中庸,说的尽性与孟子说的尽性时是同一本体,因此也就是同一个本体功夫。 事实上儒家的本体功夫不能是有多个,不论是从存有类别的概念说,还是从价值意识的概念说, 不论是尽性,尽性,是天,知命,尽才,还是自成名,自明成,行仁义,守礼,求知,尽孝,明明德,行善等等, 这些命题之间可以有概念使用的区别,甚至是就着功夫四弟的讨论而说的先后远近内外的分别, 它们都还是同一个本体功夫,而并非本体的价值意识本身有弱和的出入。 4. 异传,严善的本体功夫及具体操作智慧 异传,由十篇异学相关创作组成,基本上是以儒家的价值意识配合社会体制的阶层管理思想为理论的主轴, 其中有众多以仁义价值位中心的具体操作智慧, 也有以存有类别概念所提出的本体功夫的命题。 其中作为解释挂词的《断传》与解释谣词的《小巷传》, 基本上就是发挥了社会体制阶层关系中的人意价值思想, 告诉人们在内外、上下、远近各种关系结构中的应对进退之道, 而主轴的宗旨就是人、义、理、知、与、成、善的价值思想。 《断传》与《小巷传》是借由挂谣词的解释, 将挂谣词视为人在社会体制上下阶层间的处世哲学, 而从儒家价值意识的立场中提出来, 因此就会有若干条目是直接提出本体功夫的命题的。 例如太挂、断传、太、小往大来吉亨, 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上下交而其至痛也, 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 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 小人道消也, 太挂肝下昆上, 由于肝位阳将上升, 昆位阴将下降, 于是太挂上下交流, 而万物得以亨通发展, 象征上下位的君臣百姓之间可以心意相通。 同时也就说明了平常处世必须要, 内阳外阴,内健外顺,内君子外小人, 这就是本体功夫, 这样才是,君子道长, 小人道消, 知道,以上正是借由, 挂词, 的解释而提出本体功夫的例子。 又例如屯挂出酒, 小相传, 相约, 虽盘缓, 至行正也, 以贵下见, 大的名也, 是说在环境不佳的时候, 并不急切行动, 因为志向正大, 一定要等待时机才座位, 以及以高尚的德行自我期许, 但是却不介意表面上赞储卑微, 仍然善待百姓, 因此大德名心。 这就是借由, 姚慈, 的解释提出本体功夫的例子。 至于, 大象传, 就更直接地是一条条的道德教条, 也就是具体操作智慧的本体功夫, 如前卦, 大象传, 相约, 天行剑, 君子以自强不习, 说明效法干卦剑行不已的精神, 君子应勤勉努力, 智学治国, 昆卦, 帝氏昆, 君子以后得载悟, 说明效法昆卦胸襟广阔的精神, 君子应修养得性, 协助万事万物的发展, 屯卦, 云雷屯, 君子以金伦, 说明效法屯卦强力突破的精神, 君子从中体会金伦天下的勇敢气魄, 蒙卦, 山下出拳, 蒙, 君子以果形欲得, 说明效法蒙卦远远不绝的精神, 君子应坚定得性的立场等等。 可以说周易有六十四卦, 而大象传就有六十四条具体操作智慧的本体功夫, 要求于君子依依实践, 这正是易传之作中最具有本体功夫色彩的部分。 细词传, 讨论的问题很多, 其中有本体论的建构, 更有本体功夫的讨论, 亦因亦阳之味道, 既知者善也, 成知者性也, 人者见知为知人, 知者见知为知知, 十五, 即是建立, 善, 人, 智, 的本体价值, 说明在天下事物顺着阴阳作用的往来变化历程中, 亦道的普遍原理即在其中展现, 并且是善的价值意识在推动着它们的作用, 而参与这一切事业作为的人类, 是因为共有着善性的价值本性, 所以亦道的事业才能在人们的努力中完成, 此外, 细词传, 上传第八章及下传第五章则是重负引述在, 周易, 经文集, 段传, 小象传, 中的本体功夫的话语中, 在语强调, 显示对本体功夫的具体, 实体操作观念的重视, 尤其特别的是, 下传第七章挑选了九个挂作为尽得修业的核心价值, 并分三个层次讨论, 一知心也, 其于中古乎, 作异者, 其有幽幻乎, 是顾虑, 得知机也, 迁, 得知柄也, 负, 得知本也, 恒, 得知故也, 损, 得知修也, 义, 得知欲也, 困, 得知遍也, 谨, 得知地也, 迅, 得知智也, 屡合而至, 千尊而光, 负小而便于物, 横杂而不厌, 损先难而后易, 亦常欲而不赦, 困穷而通, 紧居其所而迁, 训称而隐, 屡以合行, 迁以智礼, 负以自知, 横以义得, 损以缘害, 义以心力, 困以寡愿, 紧以便义, 训以行权。 十六, 第一个层次是说明这九个挂在静德修业事业中的角色, 第二个层次是说明他们各自的具体操作方法, 以及具体作为的本体功夫, 第三个层次是说明他们作用之后的效益。 儒家功夫理论, 主要就是本体功夫, 而本体功夫主要就是价值意识的坚持, 也就是心理进入的修养活动, 将意志力明定于价值意识中, 以价值意识为行为的准则, 要追究的就是价值以及价值在具体实践时的操作观念, 从孔子的人孝理到孟子的善与仁义理之到中庸的臣及义传的仁善等等, 其实就是这几个核心的价值概念在作为儒家的价值意识之本体以及本体功夫的标的。 此后之儒家功夫论哲学的创作, 要不在具体操作智慧的本体功夫上发挥, 要不谈的是功夫四弟的问题, 要不就是谈功夫以达最高境界时的境界功夫问题, 至于价值意识的本体及本体功夫的观念是无从翻新或争辩的。 3. 儒家的功夫四弟问题 儒家的功夫四弟问题最清楚地表现在, 大学之作中物有本末是有忠实之所先后则尽道矣。 17. 就是明确地要谈功夫四弟的问题, 随后,隔制城镇修其置评, 即形成了一个功夫四弟的序列。 宋明如学家从二臣开始着重讨论, 大学、理论、功夫四弟的问题亦是十分被看重, 但也极易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辩, 可以说南宋已至明代的如学问题即是功夫论中的功夫四弟问题, 本体功夫问题和境界功夫问题的混淆及澄清之争辩始。 1. 大学中的功夫四弟说 大学,开宗明一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 18. 说明15,20岁以上的成年之人, 即应实践大人之学, 大人之学的要点, 即是张明德信, 治理国家以爱护百姓, 最终以天下太平的终极至善为追求目标。 目标确定了之后, 便能,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19. 这是因为,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静道矣。 20. 一级到了要讨论以治理国家而追求天下太平的大人之学时, 应该对所有的操作项目讲究其先后次序, 因为每一项事业的进行都是观赦众人的, 尽管志向远大利益良善, 若不能掌握处事的进程, 则天下人的事业也是未必能成功的。 于是, 古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 先骑其家,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振其心, 欲振其心者, 先臣其意, 欲臣其意者, 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21. 这就是说所有的君子圣人的理想都是最终要彰显得性而治天下太平的, 但是想要天下太平的理想能够实现, 必须先完成自己国家的治理, 否则何以谈天下太平? 同样的, 要治理国家必须先完成自己家庭的管理, 后者又必须先完成自己的德性修养, 这又必须先针定自己的心智, 而又需更先纯化自己的意念, 但这就要在认识上先确定好所要追求的目标, 而这一个在认识上确定的事业就需要真正接触事物, 研究事物, 了解事物。 一旦做好了最后一点, 则便是一路向上, 下学上达, 便可以逐步完成最终理想了, 如其言。 物格而后知智, 知智而后一成, 一成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深修, 深修而后家旗, 家旗而后国智, 国智而后天下平。 二十二 这其中的, 格、智、 成、 正, 就是君子的自我修养之道, 也就是本体功夫的内涵, 所有的人都应以此为大人之学的起步工作,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世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智者否已, 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 为之有也。 二十三, 隔至城镇的基本功夫做好了, 则修其制品的外王事业也就能一一落实了, 这就是功夫四地的哲学问题, 而, 隔至城镇修其制品中的每一个项目, 也都还是本体功夫。 这就是, 大学, 这部著作的重要贡献, 君子圣人的本体功夫绝不是独善其身的活动, 而是奸善天下的事业, 因此在效果的达成上是有一次序的进程的, 以及要完全做到了前一层的功夫才能落实后一层的事业, 倒不是必须在操作的时间序列上一定要先做前者再做后者, 而是说明在完成的次序上必须有前阶段的实现才会有后阶段的效果的。 二, 中庸, 以发为发说中的功夫四地问题。 大学, 这种功夫四地的思考, 在后来的儒学理论建构中, 则使得, 知行关系, 问题以及, 中庸, 的, 以发为发, 问题的讨论都有了次第的问题意识在里面。 在, 中庸, 里本来是没有太强调功夫四地问题的, 而是后儒的发挥, 北宋儒学加成以及旧, 中庸, 以发为发, 问题谈出了一个为发功夫, 因而与以发功夫有了区别。 若言存养于喜怒哀悦未发之时, 则可, 若言求忠于喜怒哀悦未发之前, 则不可。 又问, 学者于喜怒哀悦发时故当勉强才义, 于未发之前当如何用功? 约, 于喜怒哀悦未发之前, 更怎深求? 至平日涵养便是。 涵养久, 则喜怒哀悦发自终结。 二十四, 此集是说于喜怒哀悦已发之时要勉强才义以始发而终结, 至于平日生活中的喜怒哀悦之未发之时, 则要涵养之以作为已发之终结的基础。 这个说法在南宋诸熙则发展成为 为发涵养以发茶食的功夫四地理论, 但是所要涵养与茶食的价值意识其实都是相同的, 就是仁义理之成善等等, 此外, 随着人们的能力的提升, 原本是已发后才能茶食道的价值决断问题, 也会下降为平日未发时及能涵养道的事物, 至于功力更深, 境界更高之后, 则不需茶食也不需涵养, 而是, 从心所欲不予举, 这时说的就是境界功夫, 因此涵养茶食先后之说是作为一个功夫四地的问题而存在的, 但若以为这是两种本体功夫的争辩就错了。 三, 陈怡与陆向山的先知后行说, 就格物质之的先后关系而言, 一方面是, 大学, 文本权式的讨论, 一方面是知行先后问题的讨论。 就这点而言, 陈怡, 朱熹, 陆向山, 王阳明等人的意见都是相通的。 先说之行分做两件事看时, 自有先后问题, 陈怡严, 故人力行, 先需要之, 非特行难, 之意难也。 二十五, 这就是明说之的功夫要先于行的功夫, 就理论上的理由则是, 未至之, 便欲诚意, 事列等也。 学者故当勉强, 然不至之, 怎身行的。 勉强行者, 安能持久。 除非主理明, 自然乐寻礼。 性本善, 寻礼而行事须理事, 本意不难, 但为人不知, 炫安排者, 便道难也。 二十六, 这是针对, 大学, 的文本诠释, 是说实践者若尚未能在认知上切实明白, 则要他陆立行之则只能是列等, 效果中不长久, 不知格物而先寓意诚心正身修者, 未有能忠于理者。 二十七, 一旦知之深切, 则于实践上变乐于未知, 并且所谓的知之深切, 则必然是落实于行动者才是真正的深切, 成一言。 知智则当智之, 知中则当遂中之, 须以知未本。 知之深, 则行之必至, 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 知而不能行, 只是知的浅。 机而不时污秽, 人不倒水火, 只是知。 人为不善, 只为不知。 知智而智之, 知机之事, 故可与己。 知中而中之, 故可与存意。 知智是智之, 博学, 明辩, 审问, 慎思, 皆智之, 知智之事, 笃行辩是中之。 如史条理, 中条理, 因其史条理, 故能中条理, 由之至极能中之。 二十八, 也就是说成以强调知的明白从而行的实在, 因此先有一知的功夫需要讲求, 但是知的功夫的切实落实就是要真正实行, 否则便是知的不真, 所以成一记是先知后行之说, 但也是知行并重的立场了。 这也就旁极了对于中庸文中博学审问圣思明辩读行, 一文的理解, 一将知事为前四者是讲知的功夫, 后一个是讲行的功夫, 因此主张中庸中也有先知后行的立场。 成一的先知后行之说其实正是对大学格物制之说的诠释, 这就是一个功夫四弟的问题, 此说诸西意大利继承即发挥, 本来就不必视为是与本体功夫有所冲突的理论事件, 就知行先后作为一个功次第的问题而言, 无读有偶的, 这些意见在路向山文集中几乎都是相同的, 一般以为向山与朱熹有着截然对立的功夫论意见, 其实不然问题历清了两者定可会通。 路向山严 前已一知, 坤已简能 先身常言之云, 无知此理, 即干, 行此理, 即坤 知之在先, 故曰干之太史, 行之在后, 故曰坤作成物。 二十九 在本文中, 路向山甚至提出, 异传, 知作中也是讲究先知后行的次第, 同样的在, 中庸, 甚至, 孟子, 书中也有这个先知后行的次第的强调, 路向山严。 未学有讲明, 有见律, 大学智之格物, 中庸博学审问景思明辩, 孟子始调理者, 智之事, 此讲明也。 大学修身正心, 中庸独行之, 孟子中调理者, 圣之事, 此见吕也。 物有本末, 事有中始, 之所先后, 则尽道义。 欲修其身者, 先振其心, 欲振其心者, 先臣其意, 欲臣其意者, 先知其知, 致知在格物, 自大学言之, 故先呼讲明矣。 自中庸言之, 学之福能, 问之福之, 思之福的, 辩之福明, 则亦何所行哉。 为常学问思辨, 而约无为笃行之而已, 是明行者也。 三十。 也就是说从, 大学, 中明白说出的先格志在 城镇修其至平的 先知后行的功夫四弟理论, 同时在, 异传, 在, 中庸, 在, 孟子, 都是有同样的立场的。 而陆向山还将知行概念以, 讲明, 和, 见旅, 来发挥, 而这也正是陈宜的立场, 陈宜的功夫四弟理论完全为朱熹继承, 而陆向山一言与陈宜共同的意见, 可见就功夫四弟问题, 陆向山与朱熹在理论的立场上意识相同的。 哲学史研究上长旧朱禄之真作文章, 就其实, 多半不是理论问题的意见, 而是个人修养的意气之真, 当然这就包括朱禄两造彼此的误解, 以及后人的继续误解。 例如向山以之理, 意简说朱禄, 就是没有妥当使用他自己的讲明, 见旅架构以分析两造而置身的批评。 三十一 四, 王阳明的知行和一说, 就知行问题的讨论而言, 有理论主张上的厘清问题, 那就是必须先有正确的知识才能有正确的实践, 但是真正的认识却必须是待切实的实践之后才算真。 因此也有对这个理论的是否实践的要求问题, 若不去实践, 则光讨论孰先孰后孰真孰假也是没有意义的。 王阳明便将知行概念予以统一, 而追求既是理论的正确更是实践的完成之效果, 王阳明。 知识行的主义, 行事之的功夫, 知识行之始, 行事之之臣, 若会得识, 只说一个知, 以字有行在。 三十二 这就是先知后行即真知必行之说的合一, 有言。 知知真切笃实处, 即是行, 行之明觉经查处, 即是知, 知行功夫, 本不可离。 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节用功, 失阙之, 行本体, 故有合一并尽之说, 真知即所以未行, 不行不足未知之。 三十三 这就是对前文的讨论之必须真正落实于实践的彻底反省, 结果之就是行, 行就是之, 从真正实践完成义说, 知行是合一的。 从乘移到象山到阳明, 几套意见其实层层扣连, 并无对立之处, 就算所强调的重点稍有不同, 亦是能形成一个互相生化的系统, 而不需视为有意见上的对立。 总之, 一切儒家的功夫皆是本体功夫, 就其不同对象, 不同项目的差异而言则有先后次的的厘清之所需, 此时就是功夫次第的问题, 所以, 功夫次第问题虽不同于本体功夫问题, 但绝不是对立于本体功夫的立场的。 4. 儒家的境界功夫 儒家的境界功夫问题, 较明确地出现在宋明儒学的讨论中, 主要就是陈浩哲学的特殊形态在彰显的《识人篇》言。 学者虚先识人。 仁者, 浑然与物同体, 义、理、智、性皆仁也。 识得此理, 已成尽存之而已, 不须防茧, 不须穷索。 若心谢, 则有防, 心苟不屑, 何妨之有? 理有未得, 顾须穷索, 存久自明, 安呆穷索。 此道与物无对, 大, 不足以明之。 天地之用, 皆我之用。 孟子言, 万物皆备于我, 须, 反身而成, 乃未大乐。 若反身未成, 则有事二物有对, 以己何必, 中未有之, 又安得乐。 定完, 亦死, 乃被言此体, 以此亦存之, 更有何事? 必有事焉而误正, 心误望, 误助长。 未尝至先豪之力, 此其存之之道。 若存的, 便何有得? 盖良之良能, 原不丧失。 以习日习心未除, 却须存习此心, 久则可夺旧习。 此理智曰, 唯患不能守。 既能体之而乐, 亦不患不能守也。 三十四。 陈浩说的识人并不是还在要求知人的本体功夫阶段, 而是意志已经完全纯熟的境界阶段。 于是浑然与物同体, 即是主体已能完全以全体人民的福祉为自己行止进退的良度了。 在这种状态下要追求的就是保持守住而不是勉力增进, 所以说已成尽存之即是。 由于主体已与物同体, 故无私心私意, 故而不需防茧, 不需穷索, 因为此心并不懈怠, 故而不需勉强陆力, 这就是境界功夫的功力展现, 而不是下学上达的本体功夫。 故而此一已成尽存之的作为意识未尝至先豪之力者。 由此可见陈浩所说的, 识人, 功夫是就主体已经真正认识了仁义理智之价值意识, 并已经坚定地持守了的状态而说的, 以及是主体做功夫以达至境界的状态而说的功力展现阶段。 当然, 要达到这个阶段仍是要做功夫的, 以习日习心未除, 却需存习此心, 久则可夺旧习, 存习此心以夺旧习就是做下学上达的本体功夫, 功夫纯熟之后, 即能体之而乐, 既能体之而乐则当然不患不能守, 因为此时已经真正, 识人, 了。 以称号此类思绪未原形, 则可见出孔子的话语中已出现多次境界功夫的思维, 例如, 七时而从心所欲不于举, 这就是主体修养以真化境, 没有任何私欲私利, 因此从心之所思, 从口之所言都是符合仁义价值的事情, 这就是说到了境界功夫的功力展现阶段的事情了。 论语中曾典典之说义有同样的意境, 牧春者, 春福继承, 官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欲呼疑, 风呼五渝, 勇而归。 三十五, 孔子请弟子各自唱说自己的心智, 弟子们各自说出了心中的理想, 代表了自我期许的价值目标及自我追求的人生理想, 都是价值上符合儒家本体论以及行为上同于儒家本体功夫论的说法, 但是孔子独独赞许曾典的意境, 曾典其实没有提出正面的社会理想及人生目标, 他只是说出了一种心境, 这种心境的达志代表了主体的修养以达一切明白, 圆融通透, 而安然自视, 价值意识上当然仍是儒家的人意理之, 但是此时关切的是那重在实践上已经落实了以后的心境, 因此在情感上就不停留在下学上达的勉力未知的阶段, 所以说的竟是些惬意甜淡的生活景象。 说境界功夫不是说不必做功夫, 而是说功夫达至最高阶段时的主体状态, 主体若不做功夫, 也不可能达至那样的状态, 以为境界功夫是不做功夫的功夫而对立于一般下学上达的本体功夫者, 则又是一个哲学基本问题的措置。 明代王阳明的四句教及四无教之真, 其中四无教就都是境界功夫的一指。 所以王阳明自己明说对于任何人而言,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未善去恶是格物。 36的四句教就是他的宗旨, 没有丝毫问题, 因为他是说的一般人做功夫的正常状态, 是从主体部活动, 到在一般状态下的活动, 到发动良知本体的功夫, 并物力实践的活动之一系列过程, 只有力跟人才是一物本体即是功夫, 人即内外一起剧透了。 37, 因此就是若说心体是无善, 无恶, 意义是无善, 无恶的意, 知义是无善, 无恶的知, 物义是无善, 无恶的物乙。 38, 这就是说境界的四无教, 四无教, 仍然不是不做功夫, 只是他是在说做功夫已达纯熟的境界阶段, 阳明弟子多有在本体功夫及境界功夫上互相攻击的现象, 这当然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措置的结果。 5, 儒家的要求做功夫。 儒家是为追求成圣人成君子之学, 若只管理论建构及义理辩证而不落实于生活中实践之, 则儒学便失去社会的影响力量, 这并非儒者的理想, 因此儒家的要求做功夫的话语是极为众多的, 而所要求要去做的功夫以及是本体功夫, 因为所有的儒家功夫理论都是本体功夫的形态, 只是本体功夫中有次第问题, 也有达到最高境界的意境持守问题, 也有要求要去确实实践这个本体功夫的话语, 以及对本体功夫的实践的活动记录等等进路上的差异。 从, 论语, 的文字中就有要求做功夫的话语, 例如, 先行其言, 而后从之。 三十九, 意思就是说对于有价值的事情不是光说说而已, 而是要先去做, 做到了才说自己主张这个价值, 这就是对于实践的要求。 又如, 子路有文, 为之能行, 唯恐有文。 四十, 这是在夸奖子路是一个能立即实践的人物。 孟子, 的著作中亦多有要求做功夫的话语, 例如, 顾狗得其养, 无物不长, 狗失其养, 无物不消。 孔子曰, 操则存, 舍则亡, 出入无时, 莫知其乡。 唯心之谓语, 四十一, 这就是在说要不要实践理想全然在于主体的一心之中, 因此要求主体必须切实操存之。 南宋如学家路向山的思想更是以要求做功夫为主轴, 谦虚不薄不薄一时, 无评深学问无他, 只是一时。 四十二, 他对于自己是真能切实践理一事是十分自信的, 因此也就总是严厉地要求别人也要切实做功夫。 文集记载, 先声居向山, 多告学者云, 女儿自聪, 目自明, 是父自能孝, 是兄自能弟, 本无少缺, 不必他求, 在乎自立而已, 学者于此, 亦多兴起。 四十三, 由于对人性是善的可能性向山坚定不移, 因此直接提出做功夫的要求, 学生因此也较能受他的感动而能自我要求, 所以向山立论的宗旨就是要求做功夫一事, 或有机先生之教人专域管归一路者, 先生曰, 无意只有此一路。 四十四, 这一路就是立志做功夫, 立志做君子圣人。 有人讥笑他成天只说要人力大志, 他却说我确实就是如此, 我只是确实实践了所学所知之事, 所以向山确实只有一路, 就是对自己确实实践, 对他人要求做功夫。 其言, 无知学问, 与诸处一者, 只在我全无度传。 千言万语, 只是觉得他底, 在我不曾添一些。 竟有义无者云, 除了先例乎其大者一句, 全无伎俩, 无文之曰, 诚然。 四十五, 并非向山在儒家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上摩所见, 或所论不深, 而是他的哲学话语重点不在说明义里, 而在陈述自己的实做功夫以及要求他人的直接做功夫。 厘清了要求做功夫的话语形态, 就不致误认说本体论, 存有论, 本体功夫论甚至是功夫四地论的话语形态在实践的能力上不如要求做功夫的话语, 而能了解到这都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以致不能混味一谈。 六, 儒家的记载活动的语录。 语录是对功夫活动的记录体文字, 正是功夫理论中的一项特殊表现的环节, 在语录体的著作特质上, 佛教, 特别是禅宗的语录, 就是记载实践活动的进路, 禅宗的修行在于心意的转折条里, 因此语言的往来就是修行状态的直接展现, 因此语言往来的活动记录就是修行的实况。 至于儒家的实践实况则主要是保留在历史材料及奏章议论中的, 而不是以语录作为功夫理论的一个环节, 当然, 儒家也还是有语录体的文字, 而儒家的语录多位记录儒者的理论言说, 如, 论语, 即, 诸子语类, 这样就跟其他的理论性作品的形态较为接近。 在儒家的语录中展示功夫活动的作品虽然不多, 但仍是有, 其中就属陆向山最为特出, 也正因此他被指责为禁禅, 明如罗清顺就指指陆向山文集中的语录而说其为禁禅。 这当然是误解, 事实上只是本体功夫的形式相同而不是价值本体相同, 禅宗是做本体功夫最有见地的宗派, 向山, 阳明也是儒者中最能做本体功夫的大家, 因此有以他们的活动而为记录而成为语录, 并非禅宗与陆网友所统一或是混淆, 都是哲学基本问题没有厘清, 才会把向山, 阳明当作禁禅而予以指责的。 参见 先生举, 宫都子问, 君是人也, 亦张云, 人有五官, 官有其职, 某因此事, 便收此心, 然唯有照物而已, 他日是做先生, 魔所问。 先生未曰, 学者能长闭目一家, 某因此无事则安坐明目, 用力操存, 夜已继日, 如此者半月。 一日下楼, 忽觉此心已复成淫中立, 且一知, 遂见先生。 先生慕逆而示之, 曰, 此礼已显夜, 某问先生, 何以知之, 曰, 占之某子而已。 四十六, 本文则是向山文集中有语录性格的文字, 记录向山与弟子问答之际所展露的境界印证的对话。 先是弟子聆听教义之后, 便能直接实践收辞心的功夫, 向山因而肯定, 并建议配合闭目镜做功夫, 弟子收心更有着力, 其精神状态越显清明, 向山一望辨之, 而语肯定。 此中无有多少异理深述的内涵, 但以活动过程的记载呈现出学者与教者的认识, 这便是语录的表达形态, 读者需先对于整个学派的异理经熟之后, 才能直接理解整个过程在实践与印证上的意义。 七, 结论。 本文以儒家功夫理论的形态与类别的界定为主题, 先从三教辨证的立场, 说明儒家根本上是心理修养形态的, 本体功夫, 一路, 但是功夫理论除了本体功夫之外上有其他刺激问题, 如功夫四地, 境界功夫, 具体操作智慧, 以及要求实践和语录等形态。 本文讨论儒家的本体功夫, 在孔子、 孟子、 大学、 中庸、 一传等著作中的命题内涵, 这集是由其所提出的价值概念以为命题的内涵, 并说明价值概念与存有类像概念都是可以作为本体功夫的本体概念的。 至于功夫四地问题则是在大学中名言的问题随后在宋明儒者的讨论中转入中庸以发未发及之行分和问题中继续发展。 境界功夫则是在北宋儒学家成号的著作中有最明确的展现形态, 要求做功夫, 则是在路向山哲学中做了最佳的表达, 语录, 应以佛教禅学为主体, 在儒门内部仍是路向山最能有实际教学活动的当机成效, 故而易最能有记载活动的语录形式的功夫论的呈现, 但是却常为学界物质未禅。 以儒学内部这几种功夫理论的类型区别为基础, 将能够有效地解消儒学史内部众多的理论冲突, 而还原一个清楚明白的儒学理论系统, 至于以这些次级功夫理论问题的分类系统, 在转入讨论到家道教及佛教哲学时, 便易于澄清三教之间有功夫理论的形式意义上相同, 但实质内含不同的情形。 本文之作的主要目的, 即是将功夫理论的次级问题展示清楚, 并以儒学为例, 借由次级问题的区分, 解消过去在哲学史中可以不必发生的理论冲突。 以存有类像概念指的是心性彩礼器天等等, 另有价值意识概念指的是仁义理之无畏逍遥苦空等等, 这两类概念在系统中都可以作为本体功夫的使用概念, 就价值意识概念而言, 三教各自别意因而易于分辨, 但就存有类像概念而言尽心尽性手气等等都是三教共用的, 因此常义混淆, 但也较能发挥抽象讨论的义理创造功用。 二、劳斯光先生以仁义理说孔子的核心价值观念, 笔者则以为孔子说笑比说义要多得多, 亦可收于人内说之, 但笑人应独立标举。 参见杜宝瑞, 1998年10月, 小于孔子的境界哲学大于台北中华艺学杂志。 三、孟子,告子篇。 四、孟子,公孙丑篇。 五、孟子,李楼篇。 六、孟子,告子篇。 七、孟子,静心篇。 八、孟子,公孙丑篇。 九、孟子,公孙丑篇。 十、孟子,告子篇。 十一、孟子,告子篇。 十二、中庸,第二十章。 十三、中庸,第二十一章。 十四、中庸,第二十二章。 十五、周易,细词上传,第五章。 十六、周易,细词下传,第七章。 十七、大学经一章,大学之道。 十八、大学经一章,大学之道。 十九、大学经一章,大学之道。 二十、大学经一章,大学之道。 二十一、大学经一章,大学之道。 二十二、大学经一章,大学之道。 二十三、大学经一章,大学之道。 二十四、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一十八、 页200、二百二百零一。 汉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应行。 1983年9月16日出版。 二十五、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一十八、 页187。 二十六、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一十八、 页188。 二十七、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一十八、 页316。 二十八、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一十八、 页164。 二十九、路向山全集、 卷三十四、雨露、夜两百五十六。 台北世界书局、一千九百六十二。 三十、路向山全集、 卷十二、书、小于雨赵永道二大于夜一百零二。 台北世界书局、一千九百六十二、 据名家静江西刊本效应。 三十一、参见鹅湖之会的向山诗文, 须木心哀宗妙卿, 思人千古不磨心。 捐流鸡至苍鸣水, 全时重臣太华层。 一简功夫中九大, 知离事业尽福审。 欲知自下身高处, 真伟先须便止经。 三十二、传习录, 卷上,徐爱问, 黎明板页七。 三十三、传习录, 卷中, 达顾东桥书, 黎明板页六十六。 三十四、 河南城市遗书卷第二上, 页十六underscore十七。 三十五、 论语先进第十一。 三十六、传习录, 卷下, 前德红路, 页一百六十underscore一百六十一。 三十七、传习录, 卷下, 前德红路, 页一百六十underscore一百六十一。 三十八、传习录, 卷下, 前德红路, 页一百六十underscore一百六十一。 三十九、 伦语, 为正第二。 四十、 伦语, 公也长第五。 四十一、 孟子, 告子篇。 四十二、 路向山全集, 卷三十四、 与路, 页两百五十四。 四十三、 路向山全集, 卷三十四、 与路, 页两百六十一。 四十四、 路向山全集, 页三十四、 与路, 页两百六十三。 四十五、 路向山全集, 卷三十四、 与路, 页两百五十五。 四十六、 路向山全集, 卷三十五、 雨露, 页三百零八。 三千两百四千七百八十一。 三十二OK九。 Text斜线HTML。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六、 二十六、 November、 二千零一十五。 五十分十秒。 GMT27。 二千零三十五。 四十四年一月一八十五年四月九十五。 一一一四B9A4880。 三千零三。 一四千七百八十一三。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书评永恒与现实之间。 首页, 向上, 儒家功夫理论的进入与形态, 概念思辨的存有论, 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思维, 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 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意识之定位, 国科会大陆禅学, 国科会功夫境界, 书评永恒与现实之间。 东方哲学是追求理想完美人格的哲学教育, 中华文化氛围中的哲学人的专业伦理问题, 从孔子思想谈终身学习的理念,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理想人格理论。 书评永恒与现实之间。 杜宝瑞 1991年5月, 傅伟勋先生近日为正中书局所主编的《永恒与现实之间》, 一书已出版了该书是以广义的当代宗教领域中之灼然成家者之介绍为编制。 书中收录了甘地、太虚大师、达赖喇玛、林木大桌、九松真一、德日靖、孔汉斯、卡尔巴特、保罗地里希、来因霍尔德尼布尔、 马丁布博等十一位当代大师之介绍性论文,且分别由海峡两岸学有专研知学者之笔。 可谓是傅伟勋先生近年来在哲学及宗教领域的学术研究、知识影界和学界交流等工作上, 对中国学术界的再一次奉献小品。 以当代宗教界及宗教学大师为对象的介绍书籍能在市面上出现, 这不仅是学术界的福音,也应该是一般读者的福气。 从国内宗教行为现象来看,我们其实有着丰富的宗教人口, 除了西方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会活动频繁以外, 回教的活动也有着自由的活动空间。 然而,真正大宗且普及的宗教活动,还应该算是佛教及中国民间信仰, 并且因佛教在中国已流传久远,其已与传统中国道教越有会和知识。 从神明膜拜的对象来看,国内民间信仰基以不分佛道, 甚至如圣,当然,纯粹佛教的复兴现象也有其独立且丰沛之势。 宗教活动在国内是自由且蓬勃的, 也因此,宗教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被重视。 宗教世界中有着太多可争辩讨论的教义问题, 也有着各自回应时代的一波波复兴运动。 因此,各自教义的发展, 教内移轨的翻新, 社会影响得力的推动, 普世救人精神的发扬, 在在都是各教门的当代课题, 本书中对当代大师的引戒, 无宁是上述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本书介绍到的达赖喇嘛, 是有着世界性知名度及影响力的宗教领袖, 从文中我们可以窥见西藏佛教及西藏文化政治的诸多问题, 以及加诸于其领袖的艰难课题。 而圣雄甘地被选入文, 更是令人惊喜, 我们不只看到他是印度民族独立的政治英雄, 更看到他深刻投入的内在宗教情操, 是特殊的宗教情操完成了印度的独立事业, 这一位国父及的领袖人格, 是多么不同于美国的华盛顿, 中国的孙中山形态。 日本的灵木大桌及九松真一二位大禅师, 都是东营佛教发展成熟后进军西方世界的前辈人物, 从其中可以看到在学术对谈及人文心灵两层次上东西方宗教交流的景象, 也可以想见中国大臣佛学义军突起的缠门一派, 似乎借由日本学界之推动, 扮演着与西藏佛教同样重要的, 佛教到西方, 知先锋者角色。 也很可能将影响未来数百年的人类宗教理论及活动史的轨迹。 当代中国佛教推展的前辈人物中, 本书介绍了太虚大师的形意与志业, 可以看出中国佛教的当代发展, 一方面有各综合流知识, 一方面则更积极化大成佛学的精神, 这是中国佛教历史的当代走向。 当然, 本书在中国宗教界中只选刊了太虚大师一人之事, 却也令人反省到几件事, 其一, 当代佛教先锋人物, 不论在教理或在行义上有重大地位者, 绝不止太虚大师一人, 漏选之人物, 或正为傅先生所谓有三文不及承坐而为堪之汉者, 绝不表示诸如洋人山, 欧阳靖吴, 应顺, 甚至星云等人, 不能有太虚之重要性。 并其二, 本书中对中国民间宗教也未见讨论, 这已显示, 中国道教在当代却无在行义或理论上能及先胜张道林, 格宏, 魏伯扬, 吕洞斌, 张子洋, 王崇洋, 邱处基等棒薄气概之人物, 这依卖中国自发性的民族宗教, 及蕴藏丰富理论知识的文化传统, 似乎尚在等待新的契机以图恢复。 其三, 一宗教一哲学一政治学的中国儒学传统, 似乎在本书的眼光中, 已被排除宗教行列之外, 当然, 这或许是儒学定位观的结果, 也或许这是宗教定义观的结果。 代表天主教神学理论的, 有德日静和孔汉斯两位大家, 即古生物学, 神学, 哲学大家于一生的德日静, 针对基督神性的宇宙物理学, 以及人存有者的进化能力方向, 做了科学与神学知识的综合性讨论, 及创造性思考, 把人与神的问题放在最广大的学术知识基础, 以及人类终极问题的解决之侧面上来讨论, 而成就了他自身作为当代伟大哲学家的学术地位。 孔汉斯早年对教廷, 教皇是否绝对不会犯错的议题做过深刻的研究, 他的观点引起神学内部的激烈反击, 可谓在教权与对真理的道德勇气上, 表现出大丈夫的顶天立地之智洁, 后期的研究则转向世界各宗教河流的普世宗教之精神方向, 尝试解消各宗教间之差别, 欲发掘各宗教殊胜优异之圆容体系 而建立可普遍为全人类共寻皈依的新宗教内涵。 堪称宗教世界中企图新最辉宏的当代西方神学家。 在基督教的脉络中本书所讨论的三位大家, 也整体地在上帝、人、启示、信仰、神学、伦理学等课题中 扩生着基督教的教义理论。 而有着各自殊胜的成就领域。 最后,我们知道,对犹太人而言, 他们有着对自己民族宗教的独特认识内涵, 与西方天主教及基督教虽有共同的源头, 却保持着不同的权势, 而当代犹太教理论加马丁环逼, 即在犹太教的立场上, 产发着人与上帝的直接内在双向关系, 而有着神秘主义的信教倾向, 但也说出了犹太人对上帝信仰, 从古气经一贯的交通方式。 宗教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因为现实生活只是人生的场景, 我们都有回到本来处所的日子, 所以站在刹那中探寻永恒, 是使我们能得到在永恒的位阶上来安排自己现实生存的自我义务, 这是人类的永恒课题, 自古已然如此, 然而随着人类智能知识的增进, 对宗教的理解与交通格式必然也会改变, 那么人类该如何自处呢? 本书所选当代朱大师的思想与行义, 是这一条努力之道的指引灯火, 而我们对此书的阅读, 则是作为寻找自己心中明灯的开放且自由之参考教材。 在这个意义上, 永恒与现实之间, 无宁是值得我们推荐的好书了。 当然, 假使在宗教世界中, 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忠心所爱, 那么, 陆立实践, 自然就是在现实中的我们, 对存在着的永恒世界间之内在且密切的义务了。 3250-320-892-OK-9-Text-HTML-29-Friday-26-November-2015.50-09-秒-GMT-27-2035-C-2-年7月-D59-年4月-95-114-B8-B-06-4-0-0-0-3-Hides-5-32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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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国科会大陆禅学 首页 向上 儒家功夫理论的进路与形态 概念思辨的存有论 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思维 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 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意识之定位 国科会大陆禅学 国科会功夫境界 书评永恒与现实之间 东方哲学是追求理想完美人格的哲学教育 中华文化氛围中的哲学人的专业伦理问题 从孔子思想谈终身学习的理念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理想人格理论 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报告 大陆近十年来禅宗哲学研究成果与方法之平息 The Appraisal and Analysis on the Results and Research of the Chapter and Philosophy of the Mainland China in the Recent Decade 计划编号 MSC 86年2月418 H-211-001T 执行期限 86年2月1日至86年7月31日 主持人 杜宝瑞华泛大学 哲学系 1.mail.boerui.fn.hfu.edu.tw 1.中文摘要 中国大陆近十年禅学研究重点 主要乃集中于关于禅学及禅学史的基本认 时的知识建立之历程中 一旁集禅与文化、艺术等领域之探讨 相关的专书者 座集专业论文集为丰富 请参见附件一 我们认为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的禅学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 思想史 研究法 进行的探讨 问题意识集中在禅宗教派活动与社会 历史的关系 以及禅学理论建构与中国佛学史的观念互发诸事 另外也极重视禅宗哲学作为一 总修行活动的理论特质之禅发 整个的研究成果可谓已达到将禅学及禅学史研 就拉到可谓学术探讨的知识及理论建立之层面上提供学术界一个基本的禅 学研究应有的知识背景的轮廓面貌 基于笔者自身所关切的哲学问题意识 我们对大陆近十年禅学研究成果之探讨 则主要置于对其研究方法的反省上 并进而关切其禅学意识的理解与诠释之观点 更以此为基础 藉由笔者自身所 畅知 哲学观念研究法 及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为其重构禅学系统本身的 观念命题 基于资料的广泛 以及笔者自身的理论关怀 并未顾及论点阐述的集中 本研究计划的工作重点 集中于对于两本禅学史专书的一理检讨上 其一为难 经大学哲学系教授洪修平所则之 中国禅学思想史 其二位中国社科院教授 杜济文与味道如何著的 中国禅宗通史 笔者的两篇论文 并分别发表于两 四论文研讨会中 论文请参见附件二 及附件三 关键词 禅 方法论 功夫理论 境界哲学 心性论 本体论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analyze and critique the methodology of the Zen study in the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last ten years The researcher made efforts on analyzing two important books about the Zen study One is the thought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Zen in China The other is the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Zen school Both are written by professors in China The researcher used the methodology of Gongfu theory and Jinjia theory to analyze and critique these two books The main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Zen theory were pointed out One of the perspectives is that the core of Zen study is to study the theory of practice process for being an ideal Buddhist, which is what the Gongfu theory deals with The other perspective is that to understand the philosophical statements provided by the Zen school as monks is not by historical base, but by presuppositions o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philosophical theories themselves This research indicated the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between the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which has been used for understanding the Zen theor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research also provided some valuable suggestions to all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who are involved in the field of Zen theory and Chinese philosophy Key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Zen Methodology 2. 原有与目的 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一员,我们对于中国大陆近十年来在学术研究上的蓬勃发展是极为关注的 而明显可见的,大陆哲学界在儒学及道家、道教的研究方面,疊有创获,至于佛学研究,则多为了 作为个别学者专专与个别学者专专业的成果 然而 佛学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一支,它的意理深度从不曾真正局限学人的理解,我们 新建大陆学者在佛学意理方面的屡建佳作,以足为国际佛学研究添入心力 9. 在这一背景下,对于以禅学为主题之研究成果,进行成果检视,实为必须而恰当的研究主题 因为禅学意理实为中国如,是,到三学意理更真成熟之后 的一个最后总结性的理论高峰之代表,显现了中国哲学成熟期的哲学表达之和 新形式,也就是一心性论进入的本体功夫 因此,检视大陆学者在此一议题下 的努力成果,也将更有助于开阔中国哲学当代研究的总体事业 本研究乃已比这近年来所致力提出的,哲学观念研究法,即,基本哲学问 提研究法,为基础,对于南京大学哲学系洪修平教授所者,中国禅学思想史 一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度计文与味道如两位教授合著的 中国禅宗通史,的研究方法,进行研讨与平息 我们企图以一套中国哲学方法 论为研究进入,用以充实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在这一套方法论的言 讨中,我们将及该书的重要诠释成果,进行一礼的再深化的工作,从而离清作 为哲学体系的禅宗哲学在意里成立上之重要命题的理论意义,其能使其还原于 哲学研究中的一根真实面貌,物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研究,得在意可假设 可推理,可验证的方法论检视的眼光下,提升哲学研究的成熟度,与理论解释 的效力 我们主要将建立的全解观点,是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的基本哲学问 提议是知转化,为贯通禅宗史的义里创作之诠释观点,替代传统上以概念范畴 知转化,与以学派之传承为全解中国哲学系统内,包括禅学史,义学史,道家 道教史及哲学史本身的解读方式 而我们亦正有此一途径,建立了一套哲学 研究的方法论,用以改进传统上以思想史研究法为重的工作方式 三,结果与讨论 一,本研究计划已完成之工作项目 一,中国大陆近十年来发表的主 要禅宗哲学相关著作以及论文资料的搜整 建附附建一 二,专业论文 中国禅学思想史,的方法论平息,参见附建二 三,专业论文 中国禅宗通史,的方法论平息,参见附建三 二,本研究计划执行之进程,本研究计划之进行,虽为国科会补助之半年期 研究计划,然而,因为题目本身内含庞大,以及计划执行人时乃首次以计划方 是进行学术研究,为求一礼周延,论说有据,实际进行工作的时间长达一年 其中经过了于本校图书馆搜集可得论文期刊资料,并前往中央图书馆和中央研 就愿中国文者所搜集资料的阶段,以及撰写针对第一部大陆禅学研究重要著作 的全书一礼简释与方法论平息之论文,完成,中国禅学思想史的方法论平息 译文,而且将之发表于,中国青年团结会,于1997年7月在台大法学院主 办的,新世纪新世界二十一世纪中国前途理论研讨会,中 随后即参加山东大 学于北京梅的亚中心举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之辩,于北京 搜集大陆相关的禅学著作,以及访谈若干大陆专家和学者 1997年底,笔者有,信受邀参加由,中国文化书院,及,北大东方系,等学术单位于北京大学举办 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97北京国际学术讨论会,撰写了针对第二部大 陆禅学重要著作研究的专业论文,中国禅宗通史的方法论平息 研讨会中 不仅见到,中国禅学思想史,作者洪修平教授本人,并由其主持本人的论文发 表,其中并进行了观点的讨论 另外,笔者也与,中国禅宗通史,作者杜济文 教授有所联系,并同时和杜教授的高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 值得两位杰出学者,王志远教授及和靖松教授,进行禅学研究的讨论 至此 本研究计划,方才暂告一段落而对于大陆禅学研究成果,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同时对于笔者执行第二个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之中国 哲学方法论的思考工作,有了更深入研究的自我认识 总之,执行本研究计划 别经资料搜整,论文撰写,参加台湾及大陆两地举办的论文研讨会,与大陆 禅学研究学者当面请议,访谈等诸多工作,对于本研究案之执行,却有认真的 研究态度,完整的工作及有相当成果的理论呈现 三,关于研究成果的总结与讨论 首先,对于洪修平教授所者,中国禅学司 像是,的成果平息 我们的研究未以,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对于洪修平教授 的著作,进行若干讨论 其中由其关切佛教哲学本身以理建构的理论性格之重 新定位 文分三节,首节指出,佛学理论是以成佛的功夫实践为要的哲学体 系 文中讨论 一,解脱论之哲学问提议式的变析 二,无我论的哲学问 提议式解析 四节指出,禅宗是功夫论中心的总和性佛学体系 文中讨论 一,描写禅学义理的基本哲学概念架构之解析 二,班若学是禅学本体论 的功夫心法 三,佛性论的基本哲学问题意式式境界哲学 四,能加于班若 揭示本体心法的功夫传宗不应有别 五,对,心,概念在基本哲学问题意式 下支解析 第三节指出,禅宗的心性论与如道的哲学体系是不相同的理论意 一,文中指出 一,禅的中国话只是表达形式的通式化而非意理内容的相同 话 二,对于缘起法及解脱论在禅学研究明义中的重新辨析 三,从佛性论 道心性论是哲学问题的转向 不是哲学主张的转向 四,中国哲学由本体论道心 性论是功夫哲学问题意识的转向 五,对于明末三教合一的理论与实际之辩证 其次,对于杜济文 魏道如两位教授合著的 中国禅宗通史之成果平息 我们关切的理论问题 主要是本书作者的 哲学词汇使用之意涵 以及其对禅师观念描述的命题判断的问题 基本上我们认为 该书的研究方法可称是为 一个标准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因此,我们首先提出一个 哲学观念研究法 作为对比来进行讨论 并及在此一基础上进行 该书禅学命题之哲学观念研究的言 讨,企图借由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 釐清,重新为禅师的 异学观念寻找确定判断的 命题 就终所得的重要观点与成果 主要是针对该书以思想史研究方法 所得的许 多禅学观念 彼此对立冲突之理论现象予以解消 重要项目包括 一、元书作 这认为达摩 会可的禅理根据 主要是三论般若系的虚宗之学 是讲空之学 此 与论说佛性论讲心之学 在本体论上是不同的 我们则提出这样的强调并非必要 的另一种思考方式 二、元书作者认为四卷本人家 乃是虚宗 是信空之义 是斑 弱学的怀疑论系统 并以这样的分书 分别于十卷本人家的理路 后者是一新 事实有之路 是大乘起信论以后的系统 我们以为 这个区别在基本哲学问 提研究法的厘清下 还是不很必要的 并提出说明 三、元书作者提到 人家师敬诀 的、人家师资计 认为敬诀文中的观点 是禅宗趋向理学化的重要发展进程 我 们则提出更严谨的方法论意 是以避免禅宗理学化这样的说法 四、元书作者再提 道经绝对道性的描写中显现出 人家师是反对 净土信仰的 我们则对于禅宗与净土宗 应该有的理论关系重新检讨 并指出禅宗基本上不应该反对 净土思想的哲理成立 五、元书作者提到惠能与神秀的 寄语之真中音版本的不同显现出了 两个惠能的义 理之别 我们认为这个区别基于 功夫哲学研究进入的探究后 是可以取消的 六、元书作者对于神秽之思想学说 介绍了许多重要命题 包括指出神秽是江禅宗有 起 信论 系统明确转化至金刚经 系统者 并反对定会为二 反对坐禅 反对无情 有幸说等 我们以为这些都是值得在研讨的命题判断 从而提出了若干的讨论 七、在 《谈经》的哲理探究上 元书作者提到的许多观点 都是值得再深入的研讨的 包括 元书作者对于戒律的看法 元书作者认为 谈经对于外密诸佛的批判 元书 作者认为 谈经对于造似活动的批判 元书作者认为 谈经对于出家的批判 元书作者 对于谈经哲理系统的定位 元书作者对于 谈经强调道德教条的批判等 我们针对这些命题都提出了 更为谨慎的重新检讨 八、元书作者于 大诸惠海禅诗之著作解读中 对其若干较为激烈的言词 取其语言表面意义来认识 我们认为 这反而是错解 了大诸惠海的本意 首先 元书作者为 大诸惠海的心学 为佛教向思梦学派的靠拢 其次 元书作者谈到 大诸惠海的言论 无疑是对传统的 佛教信仰全盘否定 另外 元书作者还提到 大诸惠海是最早于佛教阵营中 提倡三教评等说法者 我们对于这 些说法都一一辩证 最后 我们于本研究中 将提出以下两点意见 以为对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禅学 研究成果与方法的平息之结论 第一点 对于研究方法而言 中国禅宗通史 乃以思想史研究方法的 工作方式研究禅学义理 极为注重禅学观念命题的心理动机 社会效应 历史 背景 思想传承等思想史研究的 基本问题亦是 这却使得作为中国大乘佛学罪 有创造力的禅宗哲学 所有创造性观点 皆在其演绎中淹没 许多纯粹哲理建构 的禅学义理 充满了社会目的的解读痕迹 从而错解 曲解了禅学的观念 书 中多有对于禅师义理研说的表面差异 便即以为内部系统义有多方干戈的解读 致使禅学理论义显现未移特出 超义的另类佛学 本研究之主要用意 即在 于指出书中所论的许多痕于禅学 与其他佛教义理系统的差异之区分 时事多余 的做法 相关讨论参见附件三 第二点 对于方法论而言 中国禅学史 义书提供了我们广大的新视野 更引发了我们许多讨论的空间 禅学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 它的基本义理皆 是佛教哲学本位的思维 这是一个富有宗教修行功夫 以及深度境界哲学的义 离天帝 因此 其义理成立之方法论系统 应该强调其由功夫修行以阵险的境 借哲学之世界观的境路 也因为其这重修正的义理进程之特色 使得禅学虽然 教外别传于其他中国佛教宗派 但始终把握着成佛功夫的修行录像 全守于盘 若修行的本体心法 而多有融通于佛教各系教义中 但是大陆学者由于未能重 是此一方法论的特色 致使许多深度毅力的研究与表达 尚未能真挚高明时 有在做努力的广大空间 相关讨论参见复建 故而此一研究成果 或可谓仅为比哲学思进程中的成长阶段 未可及此未未结束 时 只是一暂时性的段落 下一步的理论开发工作 应在于重新解决包括禅宗在内的 诸多富有功夫哲学特征的中国哲学之方法论的建构 以及笔者正在进行中的第二 各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 一个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当代新议题研究 功夫理论与 境界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之可能性 课题中所要研究的重要工作 唯有在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室也重新打开之后 才有对于禅宗哲学研究 更 开心路的广大收获 二 本研究计划专利分析的虽仅为两本禅学论著 但是 近十年来的大陆禅 学研究专著 人有许多 书目 请参见附件一 其中任何一部著作 都是甚 为之得探寻的 唯因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是对于全书的研究方法或方法论 做整体检讨 并且于诠释与批判的过程中 还要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解观点 故而我们难以对于其他作品 仅简单地表示看法 其他论著中仍有极重要 方法论观点有待研究的 如四川大学陈兵教授之作品 可谓推开了一般学术界 以哲学观点 思想传承 文化 艺术 历史考证等各种方式的研究 另立了一 总研究进入 即直接将禅学当作禅定修持的功夫之学 探讨包括禅宗及其他佛 教宗派的修行理论者 可谓别开身面 独树一致的 然而 关于禅定的修持功 夫 固然可以视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意应视为中国禅学研究之重点问题 但是 逼着本人之学思历程 自觉尚未足以处理此一领域的理论问题 应待来日在家 深切研究 三 本研究计划中 搜集 找出的诸多禅学论文 依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所需 反而显现不出甚为重要之地位 因为单篇论文中 尚难见出整个方法论体系 的观念 又基于论文取得不易 我们见到的论文意境为其中所列的四分之一强 而且其中有相当多的文章 并非禅学理论而只为一般性的各种题材之探讨 因此 日后若仍有研究计划执行 且还是观念研究的方法时 时不宜再进行此 类费时寡工的工作项目 四 本研究计划所得之理论上的成果 最重要的意义是 将作为在宗教传统中的中国禅宗哲学的理解与诠释的理论活动 一方面从其设 会历史眼光中拉出 如对中国禅宗通史所做研究的意义 另一方面 是从 一般哲学理论中拉出 如对中国禅学思想史所做讨论的意义 前者乃时期 还原到一种宗教哲学的观念研究之内 后者乃使其渗入于一种功夫理论与境界 哲学的方法论事也终来 这是本研究成果对于大陆地区佛学研究工作方面 叫 有意义的贡献所在 五 参考文献 中国禅宗通史 杜济文 味道如何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年8月第1版 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洪修平哲 高雄 佛光出版社 1991年10月出版 中国禅学思想史 洪修平哲 台北 文经出版社 文经出版社 1994年4月出版 中国禅宗思想历程 潘贵明哲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1992年11月出版 1992年11月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12月第1版 禅宗词典 原冰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年1月第1版 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 陈冰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8月第1版 详细参考 中法界缘起说之成立条件 天台宗思想大纲 朱熹 李毅分书 说之讨论 张衡取思想中的如道佛存有论之差异 书评 有无知境 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承来 八十六学年国科会研究案成果报告 八十七学年度国科会研究案成果报告 传统中国价值的现代意义 中国哲学教室 绿泽中心的老子权势进入 庄子的修养境界 从人生哲学的进入是论庄子哲学中的道论 气论与功夫理论 书评 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流效感 华言宗法界缘起说之成立条件 天台宗思想大纲 朱熹 李毅分书 说之讨论 张衡取思想中的如道佛存有论之差异 书评 有无知境 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承来 八十六学年国科会研究案成果报告 八十七学年度国科会研究案成果报告 传统中国价值的现代意义 中国哲学教室 三千两百 八十七学年国科会研究案成果 八十七学年国科会研究案成果